我們就等下從學部一致來 那我們就先請老師來掌上課 謝謝 各位同學大家好 因為很久我沒有在社大上過課 大概四五年前還沒有去大學教授的時候 曾經在武漢社大大概上了兩三個課 那之前心理步道的組織通知我希望來上課之後 其實我想說怎麼又輪回到我了 應該沒有輪回到我 好吧那既然輪回到我 我想大概就跟大家分享 將近差不多二十年 二十年我大概在三一上 調查跟我們現在講的那個 誤道或是古兆等等有關這些歷史 那當然我的報告其實非常長 那我等一下會 有一部分的時間是會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可以透過你的學位去找一些你想要的 就是你政治下的古道 那那古道見得你真的可以找得到 沒有很多種狀況 那一般來講我們台灣目前其實古道 定義的古道其實很困難 為什麼 其實如果就我的觀念來講 其實前面這條路就是古道 因為車子不會是現在開的嗎 他至少開了十年二十年 那什麼叫古道 以前的前輩其實也說不太清楚 到底是給人走的呢 還是給車走的呢 還是車跟人走的跟牛車走的都算是古道 其實大家都沒有說得很清楚 那其實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 其實我們現在所看到那些步道 在走的部分 我們回想一百兩百三百年前 那我們只要回想人類的交通進步的歷史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會開車對不對 會騎腳踏車是不是 可是我們把這時間回 就是很扮演好的 現在是2016 那19160 19160有沒有那麼多那個叫車 沒有啦 有沒有那麼多卡車 沒有啦 所以基本上 只要是人類所使用過的這些路 其實我們大概都給我們稱為大陸 那只要時間大概可以經過二三十四年 甚至是說 如果用歷史學的原則來講是 隔代 隔代 那隔代可是隔代的時候 我們就會相信說 那 風洪跟風路撞撞 不到 風洪跟風洪開早幾年你知道嗎 應該差不多快要五六十年了 五六十年了 民國是幾年的樣子 他五六十年了 可是你現在不會說 中藏是一條古道 因為裡面在用 因為是當代 不是也五六十年了 如果五六十年 再說各位比較年紀長的大姐 我想大概大概大概差不多那個歲數了 可是我們不會承認 這門是古道 我們是公平的 我沒有指向性 那相對的 我們如果把這個時間往前面推的時候 大概我們就認為日治時期的 跟新代的 甚至更早之前的這些路 大概我們會直接二方不說 我們把六個是古道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認知 那 那在進入那個政題之前 我自我介紹我姓鄭 我叫鄭阿希 那目前我在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的虛設系服務 那 在之前還沒有去台中服務之前 事實上 在中興大學或其他大學 大概都有 都有任教這樣的經驗 那其中我剛才講過 在文山社大大概教了大概四年左右 那在文山社大 在文山社大 這個教學過的東西 是剛剛好配合我那時候在寫博士論文 所以培養出幾個 每次上課事後 每一週都很 越來越意思想說 這週要去哪裡 這週要去哪裡 這個大概是 比之前在文山社大 任教的經驗好 那事實上我們回到一個 道路的本身來講 其實 只要是 我們人走過 其實我們都可以成為人塗道 所以你不會把 動物走的路交過塗道 所以受盡不算 那受盡當然包括三鄉三豬三養都不算 要人真的有使用過的 可是人真的有使用過這些路裡面 會因為他的重要性 而有所謂不同 怎麼說 如果 就我們現在的角度來講 在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車神馬龍等永和 如果我們把時間回推到一百年前吧 我請問你 永和到台北市最重要的是哪條路 中正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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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旁邊的包座 這個 這個永福牆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如果你是老永 我們大概都知道 雖然我在永福已經住了十年 我現在其實應該算是永和了 因為我現在都不在秀蘭佛小前面 那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的地景 跟我們一百年前看到地景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相對的 比以前的重要的交通的路線 共新來 其實也不太一樣 也不太一樣 那 這個部分來講 會牽扯到一個 那到底 我們所看到的古道 現在是什麼樣子 那我剛才都講過 我們的道路會因為 我們的使用的交通工具有改變 所以 就算他是真的是古道 其實你真的不會真的用腳去走 比如說 你想要從永和到台北 然後你真的就乖乖的走過中正橋 然後走到總統前面 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目的 或是一些健康活動除外 你平常要靠一個 公車就過去了 對不對 因為交通工具的改變 所以你的路原來這樣子 看不到 那看不到過程中 其實 會因為地區性的差異 還有不同的面貌 我們平地因為都市開發 都市擴張 整個都市 基本上一直往外圍 往外擴張 所以 如果你以前 住過老闆 你就知道說 像以前秀朗國小附近 還有很多農田 現在還有農田 完全沒有 那相對的 以前如果你住過新店的 現在大概是 十 應該叫什麼 十四 十七還是多少那個 十四章的後面 其實整片都是道德 現在你去看 大概會不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 在我們道路本身來講 平地部分 你大概知道是鼓高 可是你大概不會有太多機會 真的用腳去走他 除非你現在有心血來炒 說我們下次辦的那個 舊程序 或是舊路旋旅 騎著腳踏車去試試看 那可是呢 在平地部分 有這樣的一個基本的限制 可是 相對的在山區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不會每次在山區 開了一百條 類似像我們這個 這個國中路 或者像我們那個 中正路 或者像我們那個 符合路 不會去開這樣大路 因為使用的 密度的關係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所以 如果 這個路是 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甚至是一百五十年前 再山區開了 的話 那在台灣的這個環境之下 不被破壞的情形 那不被破壞 山豬沒有過來擋一下 或者是 水路沒有過來 吞一下 然後 沒有去山崩 大歸崩洞山崩 基本上 他應該站 他應該站 那所以 對我來講 其實如果真的是 一條重要的道路來講 我覺得他應該是 內容上要有一些故事性 當然他的故事性 來自於 多層面的故事性 那多層面就是說 第一個 可能開這個道路 可能是有故事 這個也有故事性 第二個 使用這山道路的故事性 他可能是因為 先行的需要 可能是因為交易的需要 可能是因為 各種 比如說像日時期 或跟清一代 為了原住民的管理問題等等 那這樣的一個目的性的 那些道路 基本上 你都可以找出他一個故事性的地方 那 對我來說 我們大概是從 1985 99 94 95 開始 開始調查 所謂我們真的不當 那在我當初在調查的時候 其實 其實不像各位現在 隨手隨地 大概都可以拿到一些 中華的地圖的資料 或者一些 歷史的資料 我們那個年代 大概 要做一些歷史性的這種研究 大概是 一定要看很多古書 那古書上面很多肚子 然後翻了那個葉子 葉頓還會掉下來 這樣的情形 我可以講 這個是實在的那個現象 那我大概等一下上課之後 我可以告訴說 如果我真的想去找古道系統上 可以做這個工作 好 那接下來呢 在下面的這個部分 我想大概很多人都 對於這個古道的本身 大概都有一些概念 那因為我們是步道 那其實 我們不論是去修復步道 或者是去 去復原某一部分的步道 他可能本身 具有古道的性質 那什麼叫具有古道的性質 他的歷史意義 會稍微高一些 會稍微高一些 也就是說這個古道本身 他其實是有故事性的 不論是一般市井小林的 這個故事性 甚至是一種 很淒美的那種故事性 比如說像是討伐的故事性 大概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上面有列了幾個人 我想大概都知道 楊南俊老師 包括吳用華老師 吳月忠等 我想大概 大家都有什麼能講 因為我年紀最小 所以我幫我庇牌最後面 我確實年紀最小 包括請大家 包括宇月忠老師 米宏跟吳元宏 包括了解 他們年紀都比我大 不要再次強調 年紀比我大 我說我年紀最小 好 那一般來講 平地的道路 其實我剛才講 像重要的這個 那個 你們現在看到的 兩個城市之間的那個 有多的道路 那其實 在日治時期 或是更早在清代時期 其實台灣的道路系統 雖然有 可是並不發展 並不發展 所以可能到台灣的這個 統治過程中 事實上是鐵路優先與公路 鐵路優先與公路 為什麼 我反正鐵路能通 火車一拉 我就可以拉到 比較遠的地方 而且運輸壓都夠大 那公路在什麼時候 開始變得很重要 大概差不多到 193年來之後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這個 酒內涵機的這個 這個車子 的這個 不論是 它的故障比率 或者是 它的補給率 變高之後 我們所謂的這個 大的這種車 才有 真正在所謂的 我們一般的道路上去奔跑 所以大概在日治時期 我們如果要講到 車子的這個本身 大概要到193年代之後 才是比較 呈現 數量變化比較大的 這個狀態 那當然 在日治時期 也開找很多這種 平地的道路 那其中的 有一條道路 大概 我這一邊講的 大概洩漏年齡 其實我剛剛也是 沒有跨到那個年齡 在高速公路還沒有開之前 你如果從高雄到台北 裡面走什麼 有什麼公路 省道 省道 台幾線 可以 台線 那日治時期 其實規劃了兩條 重要的省道 一個是一 一個是三 一個剛好是在 沿海地帶 那一個是在山邊地帶 這兩條路是日治時期 就已經做了 那當然 我們一直破關就破關 然後已經 有些城市 因為不要進這個 城市裡面 所以一直做完環道 中環道 可是在 日治時期 其實這兩條道路 就存在了 可是在更早之前 省道 尤其是台語省道的前身 清代就有 清代就有 就有 可以從現在的那個 台北出發 一樣到大圈 到現在的高雄 沒問題的 可是 重點是 清代會不會開車 不會 怎麼樣 還問上一下 為什麼 馬車 馬在台灣的這個 歷史上 有馬 可是 馬在台灣的 上部 花很多錢 因為台灣 太熱了 所以馬 事實上其實是 隨俗不平的 所以 軍方的馬 雖然可以拿來 用流鼻 可是其實 沒有想像他們 有很多 因為台灣的 環境 氣候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從 清代人間 你們知道說 有馬 可是 真的叫馬去跑 到最後其實 有些如果不緊急 大概 還是用能力去 運送這種方式 那 運送的過程中 一旦遇到河流怎麼辦 有給我 有嗎 有嗎 認為有橋的請舉手 好啦 那也要看是河流 寬到什麼程度 如果 是一個小河流 當然架個小橋 竹橋 木橋 還OK 可是如果河流太寬的時候 就沒辦法架 就要用 一百 一百 就肚子上頭過去 所以 你可以在台灣的歷史發展過的時候 你看西部平面上 很多重要的 兩個 鑽點 你可以 那個鑽點大概是 河流比較窄一點點地方 他不會找一個最寬的地方 第一個比較窄 第二個是這樣 很重要的居肉乾 好像過去的地方 作為渡口 那這樣渡口 基本上 在新一代來講 還很重要的 而且以前 大概同學 如果有 學過一些基本的歷史 大概說 易渡 就是多跟幾年 有一些事 生活也是說 地方的這些廟裡 透過香油錢的方式 讓這個渡口跟渡口之間 可以透過免費的 易渡的方式 來 來 過這個溪 所以就 你會在很多的地方 比如像多渡的溪 或是哪些溪 看到那個易渡 可以其實 到底成功的那樣 那 景點的道路 事實上 在 一百 兩百 三百 到現在 其實我們大概 真的 你跟我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以前的那個線 全部把它並線出來 大概可以 但是會有誤差 為什麼 第一個 聚落 不代表它完全不會變 比如說 我現在對照三百年前的時候 因為 聚落 比如說 來個大水灘 整個村蓋掉了 陷入 它其實就會變 可是呢 重要的是 如果那個點 是歷史上很悠久 然後沒有變的 大概到現在 應該變的程度不太大 那所以呢 在平地 如果要找不到 其實還是可以找得到的 文獻中 還是可以找到的 那 反觀來講 如果我們把台灣 接成比較 三個區塊 就是說 平原部分 另外一個是丘陵 另外一個是山區 那 平原部分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那 丘陵地帶大概就是 像台山間經過這個區域 那如果 經過這個丘陵之後 再往上翻 大概就會到 到原住民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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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我們大概就會發現 基本的不太大 就除了 我們剛才在講的 平地的道路 你可以開車 騎摸摸車 或者是 任何交通區 它開都可以 任何車都可以 那 山區的交通 基本上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怎麼說 所以 在清代來講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如果 歷史裡面 就會讀到說 那個 清代為了原住民的問題 所以 修了河 開山保安大陸 那 我要問同學 開山保安大陸 到底在還不在 到底有還是沒有 清代 開山保安大陸 總共有八條 加起來總數有八條 那 問同學們 清代 在政府所做的開山保安的 這個工作過程中 我開了這個路 認為 有開路的同學 請舉手一下 應該有 認為沒有開路的同學 請舉手一下 應該沒有人敢 舉手 我跟你講 有的 為什麼 我開這個路 開完之後 我要報給皇帝啊 我從地方的官員 開始從小 開始報到中 報到大 這個消息 要回去到中央 那 如果 我當時 叫你開山主辦的時候 你 確實做這個動作 會怎樣 我不知道會不會殺 至少 大概你應該 要跑給皇帝追趕 我想太多彩 我想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如果 清代真的有開路 我可以跟你保證 他一定有路 保證一定有路 然後你說 路在哪裡 路在山上 路真的在山上嗎 那所以 如果我們把 路的性質來看的話 除了 我們一般 在座 我們這邊 普通所稱為 這個平地冷 或漢冷之外 另外一個 是屬於山區這個 道路的系統 那山區道路系統 裡面有一個比較 特殊的是 原住民之間的射路 原住民在山上很多部落 如果那個數量大概超過你想像之外 我曾經統計過 大概 一個時間點 因為不同時間點 其實數量會變化 大概如果同一個時間點 大概 我統計過大概 日治時期的末期 大概應該都還有五六百個 五六百個聚落 山上 當然這五六百個 包括阿美族的這個部分 所謂的原住民的 統計起來五六百個 那 部落跟部落之間 變好路阿 那所以 他們之間會有之間的 這個道路 我們稱為射路 和部落之間的 很多道路 那剛剛我講的部分 如果平地的部分撇開來 那平地的部分 在日治時期 除了一般的這種小徑之外 那日治時期 有一個特殊的東西 叫紫編道路 怎麼樣紫編道路 一般來講 刀革維修 地方整潔 丟給接裝 用保甲制度來 出勞力維修 可是如果是指定道路 誰出錢 總督府出錢 總督府的 還有那個 類似像我們現在公路主 現在公路主沒有 抱歉 現在也不叫公路主 這類似像我們之前的公路主 它是 一條道路的維修 跟一條道路的交通 它要去維護 那 在 山上的這個部分 當然 它是透過另外的單位來 所以 在日治時期 它其實是 針對這個道路 它定人來說很嚴格的 比如說 指定道路 它這個道路要多寬 哪邊要做勤刀書 它都選一清二楚 它 做的大概就這樣子 相對的 到了山區的時候 那 清淡 它做開山浦漢道路 大概兩八點 那日本人呢 事實上 在開始修路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修路 不是修 你現在所聽到這個 禮番刀 我們大家 有所能講的 武道 比如我們這邊最近什麼 八福元 你有走過八福元 你鼓手叫 是的 八福元你現在不能走了 自從 那個去年那個水 那個水災之後 它垮了一半 可是大概 它可能一下大概全垮 好 它可能現在全垮 好 那 除了這個 我們所認知這個 古道之外 那其他人稱叫 禮番道路 可是在禮番道路之前 世紀上開那個時期 叫做 艾永縣 台北分艾永縣 新北應該講 新北分艾永縣 我們耳熊 我們耳熊講 你最近比我們最近在哪裡 四頭山 四頭山 對不對 有去過四頭山 你舉手一下 應該更多同學去過吧 好 好 四頭山 是 應該是 塞安好 其實我們都叫做 塞安好 啊 他有兩個 那經歷 他一個叫四頭山 在新建的正後面 也有一個叫四頭山 他的後面靠近那個 平衡庫的後面 也叫 四頭山 有去過 請你投一下 應該很多人吧 四頭山上面的那個 就叫艾永縣 那差別在哪裡 路是給人走的 線不是給人走的 線是用來防御的 防御人住於月縣的 可是因為防御的過程中 需要有人去鎖這條線 所以他看起來會相對 可是一般人是不能在上面走的 如果馬時間到盔可 一百多年前 如果你在艾永縣上面走 可能如果我是艾永 跟艾永 如果我是原住 你大概走到的心中 就被射殺掉 跟你現在想法是故障 那所以 在我們山區裡面 如果不同時代來講 山區的話 大概就有所謂開山普安道路 那日時期 開始時期會有艾永縣 那最後下來才會是 你現在耳熊能想的 你看到 那你看到 那比較少量非常多 多到 та等級程度 我舉例瞰是 我們落崇北背道 第一個 最北的是 所謂那個 最北的還不是巴弗 最北的是那個 那個中領 哈統過去的 那也是蠻三道路 接下來才是巴弗 下的才是 所謂這種 南ANS 往下看 那这些这些大物基本上 如果你不要去破坏他 他应该都还是你的样子 那我请问同学 他是什么样子 我是露蚂 我请你大概多宽 如果是规定的这个 亲戴的这个开山武汉大物 可以猜多宽 1,0,5 太虚了 6,0,5 差不多 但是就在高一点点 大概 应该这么说 亲戴的如果在山区开路的话 标准的话其实是6,0 但是通常如果在比较好开的地方 可以开到1分 1分10,0,1分10,0 比较11区 所以将近快要3米左右 还是高多一点点 因为什么 好多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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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的这个样子 那日子时期的比较到了多宽 好多一点点 好多一点点 比如说 三车 比如说我们主力还说 帕鲁关 有去过帕鲁关 你举手 张大哥不要讲 你走哪一段 我走到那个 走到那个 走到中年 中 就是走到那个 秀部 秀部 OK 好 按照正式的这个文献里面 大概可以最宽 可以差不多 七十左右 七十 两米米左右 但正常状况大概在五十上下 五车上下 五十 不是那个 五十之死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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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公文 那 爱永迁的爱入多关 你在看 张大哥你好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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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 诶 诶 不是 他想和我们手相机 撒球去 细球 但是有些地方例外 有些地方例外 那为什么例外 是因为 大概到后期的 爱永迁部分 很像礼拜道路 他是有变得很宽 时间比较后面的 但是他早期 大概就是三十到四十分之間 所以路很想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我都很想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一件事 這些道路本身事實上是有所謂的 本身道路它的永久性的問題 什麼叫永久性 我今天開這個路出來 是不是要給人走的跟不是給人走的差很多 什麼叫做永久性 就是說我這條路開中文開來 現在雖然中文不通 可是我當時候開中文的時候 我當然不知道會有久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中文那個路是永久通的 雖然是永久道路 包括舒嬅道路也是永久道路 你不能說天天在落實 或者它就是永久道路 一個行動 那這些路基本上就是要給我們用的 為我們大家所使用的 可是有些路它本身不是要做永久使用的 比如說我山上的林道 我伐木伐碗的我就不用了 或者是在更早之前 比如說像是採腦的 去拔張採腦的這個 我們所謂的腦搖路 伐碗之後也不用了 甚至是有一些在可能在20年代或30年代 伐木過程中所需要用的這些 有些伐木的這些木網道 那我不伐木那個路我就不用了 所以那些路 事實上都散布在全唐的山區 從北到南都有 可是它不會被我們當作永久性的道路來使用 為什麼 因為它目的性達到 它就不再用了 那什麼叫永久性 就是有人出錢 受理路 後來有人會走 有人會走 這叫做永久性的路 那所以 如果我們去看 目前所謂在清代 或者是在日時期的禮拜高 那是我們現在的路 基本上 如果是稱之為路 大概都是幾乎是永久性的 這個態度來面對它的 可是要不要忘記 在台灣的不同的歷史階段 有一些是臨時性的 比如說跑馬路見 我東西要搬對不對 那這個路那麼難走 我總要讓我一點小路可以過啊 比如說像太偉跑大的時候 就很多條那種小的那種 翻譯的均勢路線 那所以我們知道它的 永久性跟離時性之後 我們就要回過頭來問 那道路本身性質會不會變 會 如果剛開始是離時性 可是這個地方可能 路跟路況不錯 而且路的這個位置剛剛好 或許慢慢就總成永久道路來使用 我舉的一套最明顯的例子 北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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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本身是愛隆線 至少到現在的高利 本身是愛隆線 後來 為什麼會變成北橫呢 因為當時候的那個 愛隆線在打 原住民的這個戰爭的時候 從現在的那個腳板山 拉那個運輸的那個 手推車的那個軌道線 拉到現在的高利 路已經很寬了 所以後來 在開禮半道的時候 它是台灣第一條禮半道路 第一條禮半道路 什麼八路關都不是 可是我也不能說 它是第一條為什麼 因為它原來是愛隆線用的路 第一條經過規劃 而且真正開的路 猜猜看是哪一條 第一條 什麼叫規劃 就是說 真正是為了符合人去走 而且它目的性很清楚 而且就是要重新開一條路 猜猜看 你們應該 常常拼過 加拿大貴你應該猜得到 猜猜看 第一條 你們一定會猜馬上問對不對 猜猜看 比馬上問還 一條大概 現在 路線還更少 但是那一條是重新定線的 能高 能高越能高 可是我不能說能高越能高 因為其實能高越能高 越能高的同時 就有另外一條道路 是進水平道路 可是進水平道路 為什麼不敢說 因為進水平道路的旁邊 就是清淡道路 它差別是這樣子 可是 能高越是重新定線 重新定線 所以 它做道路設計 它都做得非常好 我不能用現在的評價 現在外面這個 從圃圓堂也是崩崩崩西八招 但是現在 以前沒有那麼包張 以前沒有那麼發張 那 接下來你們兩人 都聽到什麼 這些古道 包括什麼那本路 包括關山葉 包括 止疻大 等 這些所有道路的時間都圓滿這兩條道路 大概到1920年代以後才開始慢慢陸陸續續的開船 這兩條大概在1917、1918左右 大概在稍晚一點點1919的樣子 那開到完整的時候半年的時候一年以上 不一定看它的困難度而定 那這些道路本身呢 我們大概現在如果跟我們剛才來講的 所有地方全部都會叫做是古道 會叫做是古道 好 那這是清一代 如果我們真的看出來路還在 而且有以前樣子的 大概有這10條 大概這10條 書花水沙巨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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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對 那另外一個是空洞高三條二輪 這幾個大概是我們知道他陸基還在的 當然我不敢說百分之一百 每個路段都在 至少還有保有少部分路段 看起來就知道他是清代的 留下來 這個局長 水尾那一邊是到哪個地方 水尾到瑞瑞 瑞瑞 瑞瑞的舊名叫水尾 水尾 但是那一邊那個你都幾幾 那個就是 不是 那叫關門 關門 不是 八路關是在 八路關在上面 它叫關門 它是清代最後一條 橫貫裝上面的禮拜刀 開山禮拜刀的禮拜刀 說不好意思 那距離比八路關要懂 比八路關要懂 好 那下面這個是比較危險的部分 我們就略過去 略過去 那大概 大概 那時候開山五番 就是真的有去開路就對了 大家才會記得這件事 有開路就對了 而且不開機 不是上邊會去山邊開路就對了 好 那當時候 大概是 標準是這樣 如果是平地 大概五根 十七個 那靠近三邊的 大概就可以六十左右 那所以 你不要跟我講 清代路很難找 如果你找到清代路 都是又寬又大的 不要以為 清朝做事很 很隨便 沒有 清朝雖然可以路亂七道 都彎來彎去 可是 該寬它就還是很寬 不片 我們後面有照片 都有看到那個清代的照片 那 那 你們 要問你們 那 你們有沒有走過清代的古道 請舉手一下 走過哪一道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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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琳的 對 那邊有經過的 呃 你是到玉琳山下去 他有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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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顯得就是一下那個 大水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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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公山嘛 他有一個是公山 嘿 那你到底清楚 嘿 其實也沒有 就是櫻盤那裡 是草原上 有啦 其實如果你從那個草原 正後面搬上去 你就看到林縣上 那邊有 草原上有 然後到櫻盤 然後接樹林有的機會 有啦 他都在櫻盤上 非常大櫻盤 下次有說 即刻你到那個 大水域的時候 後面那個草坡爬上去 爬上 然後往下看 要下公山 有那個 最後西方 馬斯卡都要忘記了 然後拉斯方 他有三條西 到最下面 然後他會平線上面 沒有太多紙 可以看很清楚 直接都 直接下去 進森林裡面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還有照片做 我們就 等一下後面來看照片 那另外一個是蘇花 蘇花古道 那蘇花古道 大概有幾個老師做過研究 第一個是 吳永浩老師 另外是李游中環師 那 當時候 他們出來調查報告說 他們 的路都不剩 三個時候 我覺得 清朝不做路 真的剩 反正我們走過 其他的路的話 你就發現 他 路不隨便 他路不隨便 那 我後來是有去走的地方 我沒有全面走 因為旁邊是學奶俏 如果有機會去走書 說你往旁邊看 旺帳深淵 所以 昨天 有一個朋友 給我鼓勵說 詹姬詹姬有什麼事 你要不要去跟我走 吃水煙 我回家去的話 我要我的命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如果是 真的古道有時候 他大概 像 日式的古道 必要蠻多的 很像河流向民侵蝕 所以每一個 侵蝕的那個節點 大概都是 到對岸那邊 一兩百公尺的這個寬度 然後 以前那種吊橋 或者是以前 人山 人家路浪過去 可是現在整個衝掉 所以我們每次到那個地方都 垂降 垂降 蟹降 只能發力 可以退 國家不外 老人家來開玩笑 好 那 這個是水煙眼刀的 那水煙眼刀路 其實這樣 歷史的 開玩笑的歷史 比剛剛講的 包括青幫 端拿幫 都還要找 因為以前如果 你要進入浦里 只有從兩個地方 可以進去 一個從北道 一個從南道 我們現在不是說 原來屋西進去對不對 那個大概是 清末到日出勤 所 新的路線出來的 但是如果在更早之前 像青浦里 就要進入浦里 他大概是從北道 或是從南道 那從北怎麼到 從北從新社那邊 到過國姓 然後再爬上浦里 那從南道 從現在的基井 然後爬過旅池 再下到浦里 這選擇路 所以那個時間非常非常 歷史非常多久 而且 後來因為 有開山五萬的關係 所以 當時候 據說五官要有 召集一些 當地的士生 再把路再開大一點 那這一條路 剛剛好就在 那個 你如果去日月潭的時候 那你到水里 水里的地方非常有名 叫二瓶 你沒啊 那 二瓶 那個很特殊的那個 特產叫做二瓶冰 叮棒 就剛好是在水里接山 往下面一點點 放電廠 後面上去 叫二瓶冰 你如果 下次有機會到 積極地去的時候 那個路口 就在 二瓶冰 的後面 直接爬上去 那個是以前 舊的這個 這個 路 那後來大概在 1903年代之後 公路系統比較發展之後 就重新 從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 要從積極 然後 水里 然後從水里 再爬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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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再開的 後來再開的 好 那 因為 沒有很清楚 因為這個是那個 那個 很長 非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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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以前來講的話 是直接 走到 河嶺 因為 VIRTA是後面 偏障 在 沒有偏障 之前 如果你要去 那個 那個 浮里的話 你會經過 哨子的部落 就所謂那個 光華塔那附近 那幾個部落 那 因為他淹上來說 你只好從旁邊到 淹上來之後 後面的黃乳宮 是重新做的 以前的路在水里裡面 包括以前舊的部落 也在水里裡面 好 那 另外一條 再往哪一天點 這條就是關門道路 那這條路 呃 我是整段都去走過 那 還蠻漂亮的 可是 呃 如果去走 清 八萬道路的話 大概要花 13天到14天 現在 但是還要找 很厲害的人 當然 那這一條路 如果要走大概也要花 10天 10天喔 不要看說 不能騎腳踏車 也不能騎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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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十度三丈 不用懷疑 沒有 就搭一個 搭一個 減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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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剛剛 像 清八或者是像這關門 像清八就破三千 他翻過大水溫都破三千 這個地方也破兩千九 因為他翻過關門那邊也破兩千九 那是他們是做效果 那我們當時候在做釣場的時候 請飛 一天飛工是三千五四千塊的 沒有 就是如果你請一個人 基本上就是三千到四千 一個人 一個人 那如果他去十天 你就是要生一十 他如果請了兩個人 就是 等 所以以前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除非有接到公家案子 不然基本上要去 要去調查的時候 自己都要讓自己 比較瘦一點 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越來越燙 走那麼慢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又走不快 像現在我就走不快 剛剛 江大哥小時候變胖 我說當然變胖 胖子公斤 好 那另外新大東關剛剛有講 新大東關原則上是從現在的竹山 然後 翻到我們現在的 我們叫做沙里仙溪 那從沙里仙溪往上購到公里 然後從公府到大東關草原 然後他翻到萬草原 他先下幾個西的 腦王西大隻的之後 直接就上到現在的大水附沾 然後往那個花林過去 那如果你要走東段 大概要花十三天 那如果連西段要走 大概要花二十天 大概要花二十天 你猜耶 我每條都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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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老師給我講 你都不知道有什麼過程嗎 不會啊 你如果 有興趣去走走看 再 你覺得 還可以去走中之家 去走一小段看看 你會這樣 好 那另外是 安東院 安東院大概時間 跟八萬關開時間 差不了多少 那是要當作八萬關開完的時候 到花林港口 出去的裡面聯絡道路 那最近重新修 最近 之前本來林牧局有修 可是就亂七八糟 修了登山步道 就剛才講說 登山步道不是以前的步道 後來他們認真 從那裡找一次找到 現在有找到 最近的事情 上個月而已 那才是真正的路 因為保留我們看的道路 確定有那個路 是後面很亂話 而亂走 習慣就好了 好 這是正確的 這是我正確的路 是亂話的路 好 他出去是南竹湖 那後面呢 大概是比較靠近南部的 大概 最常聽到大概是進水嶺 進水嶺 那另外一條最常聽到是 可是事實上南路 重要的南路有五條 有五條 那包括像赤山北南道 三條文 然後恆春北南道 那恆春北南道 大家耳熊很想猜在哪裡 恆春北南道是哪裡 阿蘭伊 阿蘭伊本身的道路的前身就是 清代的恆春北南道 恆春北南道 那清代要到霍山 那從高雄出發 或是從台南先到高雄 然後要到屏東的時候 到東部有五個選擇 那請問你要選哪一個 你要搬過那個一千多公尺 像進水嶺那一千多公尺呢 還是要倒到恆春那邊 比較遠的地方 慢慢的再倒過去 你要哪一個 當然是越南 當然是越南 三越 三四越廣 所以日治時期 或者是清代 要去東部中南路 其實不是翻南東南山 來向昏昂會進水 反倒是 像清代會從恆春到 因為 大概就出零地道 然後就到台東了 那 清代呢 除了這個 這個恆春北南道 他還開了一條這個 封港邊南道 這是我們現在的南的公路 清代就有開路了 那 那 日本人到台灣之後 當然他嫌那個 往南道道太遠 所以日本到台灣之後 前一兩年 他其實開始就 把南部的那個 進水嶺先修復 清代的進水嶺先修復 後來船心再拉一個 比較直的直線 就變成我們現在的進水嶺 所以他大概 有兩個事情 幾乎疊在附近而已 很厲害 還算近了 那你說像清大 或者是像那個 那個 阿翁 我想清阿翁 不知道 你如果看日本人 跟清朝看 你剛才吐穴 那離好遠喔 我們是我們走 那時候去走的時候 走到歐山 看那個 對面那個 阿翁 要繞過那個 那個 那個 大水路旁邊 開始往下繞的時候 想說 為什麼這邊還那麼遠 然後後面是看到新康 而且每天看新康 一刻在那邊 如果你走過 大概就知道 可是 在進水嶺 你太遠路大概就 你比較近一點 好 在這地方 我就比較 太遠跳過去了 那我可以跟你 訪證 路都站 路都站 那只要看 你有沒有本事房 接在一起走 那接在一起走 要有點小本事 那這個大概 有機會去走這條 一定要走 太好走 如果這條再出去走 大概要打力 進水嶺嗎 進水嶺的名稱 其實在現在都要三條的高位 三條雲線 撒嬌中 好 那接下來是這個色寮大量 這條東西 我目前還在 定位中的一條高位 那 射嬌的位置在哪裡 射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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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嬌在哪裡 射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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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蚊子沒有錯 然後 以清淡蚊線沒有錯 那射嬌應該是插心 在車層 在車層 車層 沒有 屏東車層 那可是他的位置 就比較奇怪 他是斜斜上去 所以 我還在想把我這條定出來 那 這條是我五條難度裡面 唯一 覺得很辛苦 還目前還會變出來 大概只剩這一條 剩這一條 那這個大概就 都還好 最後看起來 阿蘭咪 阿蘭咪 所以你們走了阿蘭咪 到其實清淡開的 可是呢 清淡開完之後 到日式時期來的時候 其實他有麻煩人公路時段 他麻煩人公路時段 他麻煩人公路時段 所以你們如果是走 阿蘭咪的時候 你記得前面一段 後面一段 可以開車對不對 那個是日治時期 因為你要到台東去 走路還是太辛苦了 所以日本那個在張和錦的時候 他曾經從南部 把路開通了 開通之後 在現在的關一嶺那邊 會師 會師不是我們這樣看 以前就有 什麼叫會師 就是 從台東開來的車 開到關一嶺 停了 從高雄開的車 開到關一嶺 停了 兩個人走過去 再走回來 另外一邊走回來 再開到高雄 另外一邊過去 然後開到台東 這樣子的方式 這個地 以前那個 電動的交通 坐車好像一兩塊錢的樣子 後來隔一段時間 大概兩年左右 因為每次那個路 遇到下大雨 比如說台風來的時候 那個海水就掛 所以那個掛回來 就沒辦法走 所以隔不到幾年 日本就重新定線修 現在所謂的南迴公路 南迴公路是日本開的 是日本開的嗎 好 那 剛才講的是這裡 關於這裡 你們剛才走 大概都在這一段 那是這一段 其他前後路段 都是 過關門很大 像虛眼還邊路段 都可能都是可以開 雙向車道的車道 可是他之前其實 在清代之前 是人型的路道 南迴公路 好 接下來呢 講了那個 清代路路 那當然 有機會 試著要去走一走 不過 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要去走 清代路 至少 存假 如果你是公務人員 或是你是上班級 至少請存超過七天以上 那 三天以內就不要講了 那至少七天以上 你還有機會 比如說你去一下 關門 或者去一下 八方關 假設要走玉璃山 那會大概 真的要再走一小時 大概三天左右 一天來回 太累了 一來看不到路就要走 至少準備三天 那如果你要走到 像中庄山那 那麼近的地方 請至少準備七天 那請後如果有 後卡再加上 裡面的六日的 湊到九天 大概有機會 完成 請盛雄向導分離一堆 不要找我 一定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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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講的部分 是剛剛從那個延續 就是說 那個 清代他做的開箱浮漢道 可是清代事實上 是有愛眼線 可是這個愛線 在清代而言 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那當然有一些開口區 像桃子娘 必須有 可是後來 因為一八九五之後 這些 防線都撤掉了 所以撤掉之後 大概也亂了好幾年之後 日本重新 要把這愛眼線建起來 那為什麼 會跟我們有關係 是因為 你如果在山上 走來走去 麻麻舌的 你一定要看到很多路 除了剛才講的 清代道路 然後有伐木的 木馬道 腦寮路 禮山道路 阿山路一堆的話 另外一個 你常常會看到這個 而且整個北台灣都 有 有四個區域 大概從現在的 新北出發 新北 桃 竹 苗 台中 南投 宜蘭 花園 台東 高雄 台灣總共有十個區塊 欸 奇怪 其他地方怎麼沒有 紅武有沒有 沒有 紅武沒有原住民 哈哈 他是要房地人住民的 黃武沒有原住民 那怎麼會 嘉義沒有 威力有沒有 他有沒有 平道有沒有 欸你想一下 所以 在日治時期 對防禦原住民這件事情 看起來 這幾個縣市 這幾個縣市 目前所對出來的族群 屬性是 布隆族 就是沒有 縣的 這個原住民是 布隆族 宗族 海王族 魯派族 魯派族 那有的是在哪裡 有人是現在 幾乎就是 你現在所謂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半泰蘭族系的這個 包括比如說像 塞德特 泰魯特跟 泰蘭族 還沒有分家之前的 這三個的住民族 沒有說重點是這三個 那少部分大概跟 阿美族 少部分跟 部分的部門族 有關係 但是大概百分之90以上 是跟現在的半泰蘭族 直接有關係的 那在 苗園那邊可能 部分跟 部分的賽下組 有一點關係 那其他部分 大概都沒有關係 那台灣族 今天 沒有他有限 像台灣族 台灣有限全台都 我沒有 所以我剛才講 他十個有 那千萬分跟講說 老實我跟妳講 洪吾有 洪吾沒有原住民 為什麼在 南台灣這一邊的時候 和那個布隆人 很相似的 他為什麼 為什麼 當時候的情形是這樣 就是說 他 在早期來講 因為 他們在北台灣 要取一個蟑螂 因為取蟑螂的時候 一直很愛近三邊 然後開墾 取蟑螂 過程中 那個北部的 有一個住民 會下來出場 所以他要設這個綁線 所以 在北台灣這個 常常看到 那 重點來 中台灣以來 有沒有 蟑螂 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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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蟑螂的這個 我們所謂這個品質 可能沒有 中北部那麼好 第一個 第二個是 呃 在當時候來講 因為 在日本到台灣的 這前一兩年 發生一些 重大的一些歷史事件 大概都 大概都跟泰爾族 直接有關係 所以 他的北台灣是採取 豐富的策略 南台灣是比較開放的 所以 布農族 基本上 比較沒有 到什麼時候才出亂子 在 日本人在 1914年 能看到的 討發 戰之後 因為 討發藏門的前後 開始做一個動作 沒收槍支 沒收槍支 就把所有原住民 你們叫 黃色槍的 你們叫 村田槍的 全部都沒收來 怎麼樣 就收腳尾利 那因為 布農族在被收腳的狀況之下 就開始流竄 開始流竄 所以才在現在的 台東跟高雄 增設 他有限 他是這樣 他剛開始 並沒有 要在布農族 裡面設他有限 所以 因為他時間設得很快 大概是 大證明 1916以後 1916以後 所以在南台灣 你們有沒有聽到的 叫做 六坤井被盜 其實他不叫六坤井被盜 他叫六坤井被盜 所有的那邊 報紙都是亂寫 那一條 就是愛隆盜 那 因為他後面可以講一段 更長的故事 等一下我後來有空再講 就是說 他本來就是愛隆盜 所以他上面不是要給土種的 而且因為他時間很後面 大概是 在泰國討拔戰之後 如果是不是本人 剩下的力量都出來了 所以剩下的波動組 這兩條 愛隆縣做通電 台東的跟高雄的通電 通電 那所以 這個 愛隆縣 大概在北台灣名 他都可以看得到 那剛剛同學問說 你們有去過油嗎 市府口上 有 可是市府口上面的通電 那北台灣 有哪條 兩條線是通電 新北市出發 我兩條線是通電 猜猜看 好 北插 白衣機那邊 白衣機沒有通電 好 那為什麼 愛隆縣推進呢 我現在講完之後 再猜到後面的問題 那因為當時候 要跟山區要一些資源 那因為原住民會有 這樣的一個出場行為 所以他 把這個線圍起來之後 裡面就可以安全的作業 他目的是這個樣子 那當時候的愛隆 其實 線本身是有分等 至少是分成三等 分成三等 那個一里 日子時間一里 一里的話是大概3.92公里 你就抓個4公里就對了 日本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我們所謂那個 杜良門 一日里大概3.92公里 那清代呢 清代的 你現在的公里還要大 還是還要小 那位要大的請舉手 那位小的請舉手 應該是小齁 大概應該舉手 大概都知道 小齁 一清你大概576 576公尺 0.576公里 那所以 如果你看到一些 這些數字 事實上你要去想想 你看到底大概多長 你有時候線上畫一畫 大概都畫得出來 好 那當時候愛隆縣 他本身是不存在的線 所以他每次要出去的時候 他一定要組織一個 前進的部隊 有點像軍隊 在拷牌一樣 這樣的狀況 可是他目的不是要去打圓主寧 他目的是要建立一條防御線 雖然看到圓主寧 過了遠方 3.58 又炮彈過去 可是只是下巷而已 為什麼 身上病炮很辛苦 炮很重 對不對 炮彈也很重 炮技 底座也很重 彈藥本身也很重 彈藥又很貴 對不對 奉一聲過去 沒有效果 那不是白花 所以 除非有一些特殊狀況 基本上 大概是貢賀性的部分 真的要把你打到 全的部落都潰傷或幹嘛的 其實他感覺都不一樣 因為你打完後真的之後 你就會跑到 我那個警察前面就說 我不要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就結束了 大概是這樣的情景 好 那本身因為愛詠信 他有點像是萬里長城 他上面很多這種防禦器官 然後就好像那個 每一個城朵這樣可以 眺望的地方 那因為他沒有像真的 竹城 他怎麼做 他把這個附近的這個山上 比較可以去眺望的地方 他把上面所有的樹都砍掉 大概多少 大概砍大概15米到20米之間 好 大概 日文是寫18公尺 然後 那我 今天大概是15到20公尺 大概之間 把這一條上面的線 全部都砍掉 那上面派什麼 設一些這種 那量往幹什麼 讓你補助你不要穿過 那穿過去怎麼樣 你就能去那個 那個 每次去那個 那個 夜市不是那個 要不要不要不要 去設紗 就設紗 市政是這樣子 和你不能去 基本上不能過去 那個人不能過來 如果要過來的時候 可以在特地的地點 可以過來那個點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除了紙之外 他當然會有所謂的 有住的地方 那有監督的地方 有爱宝等等 那有色铁丝网 有色铁丝网 那不是所有的地方的 爱母线都通电 要这个概念 千万不要把通电跟爱母线这两个字 直接连在一起 因为通电很贵 通电的设施就好像我们把那个电 送到户外去 那个电还没有人要用 那个爱子 那些线材都是很多钱的 所以 除非有特殊的这个防御的必要 基本上是不太方便的 是不太方便的 所以按照比例来讲 大概不到百分之十五 左右的爱母线通电 大部分爱母线是不方便的 那刚刚 我不是回过后来问 那北台湾哪地方有 那个爱母线 通电很香 好 我先把这看完 好 那基本上 大概至少要三尺 那我们先用三尺到四尺 大概是 是可以看到的 好 那他会提示 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通电比方向 他又长这个样子 我们现场就看得到 有 有 有 我今年还看到还穿在 还存在山上的 好 大家可以跟各位讲在什么地方 好 那接下来 可以猜猜看 既然有四个区域 有 所以这大概是 台湾有爱母线 从新北下来的 好 那请问你 哪两条是通电 刚刚江大哥讲一条 北叉的 另外还有一条 嗯 猜不出来 好吧 要我讲吗 哈 好啦 我讲好了 那个哈盆 哈盆 哈盆原来的那个 周明月的前身的部分路段 就是爱母线 后来改成里班道路 那里班道路在 那个 过了哈盆之后 跟他分道揚标 分道揚标 爱母线走银线 后来爱母线走银线之后 走过中银线 中银线 中银线 直接下到鱼鱼池 直接下到 鱼鱼池 对 那是这样走的 好 那后来 中银线就直接下到鱼鱼部落而已 就路线就分开了 好 这两条是通电的 那在时间上来讲 那个 哈盆这条时间是 早于这个 北叉这条的 哈盆的爱母线是 台湾第一条通电 爱母线 为什么 因为他离台北最近 那我要试验一些新的领番设施 台北最近嘛 效果看得最明显 所以台湾第一条通电的那个 爱母线是在北台湾 那你要看到那个铁丝网 基本上 他们这一段看不到 那到中银山那边才看得到 才看得到 都很幸福都还在 好 那这是整个新北 那我以前写的是台北 新北 大概有这么多地方 那你可以找到是 四头山的哪 一山 大概是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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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很多条 那问我怎么知道 他就等一脚去走 就知道啊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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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那是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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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大概是這樣從 那因為這個部分很複雜 所以大家都聽聽看看就好 而且這個線路事實上是比你翻到多N倍的 那大問題是哪裡 最色系大的問題 這個是到這個 那個粉碎水庫的系列 對,鋼溝 然後從鋼溝到那個雙溪口之後 從雙溪口之後 繞到鋼溝頭上的外面之後 繞到三峽去的 現在應該都開吧 開掉了 現在開掉了 好 現在桃園的 休息十分鐘 好 那我把桃園講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桃園的部分呢 基本上 大概有十多次 那其中的幾次 大概都是有通電腦 像這個地久人 北叉人 北叉人 北叉是從北叉翻過去之後 下到小路來 那另外一條通電的是 從 從 這個地方 換到一個岸的 這個也通電 到鋼溝山 鋼溝山 這也是通電 那 如果你們需要去這邊走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路很大 那怎麼連到好的時間 人家都幫你連行 連修都不用修 你只要把那個草除一除就好 跌得好好的 因為 他本身大概就有三四到四十塊 大概是這樣 所以 陶友大概有 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 那 這上面的路線怎麼來的 在家裡面 隨便亂畫嗎 任務我們隨便亂畫 請舉手一下 可能是拆拆關鍵地警署 沒有啦 就是你踏踩之後回來 去貼紙的座標 轉圓地警署之後 再去修正 那因為 你看到圖之後 跟你修正文字中 才設一些變化 因為 你眼中看到的 跟你再去實力去應徵的 有時候 會有一些差異性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不像 你他道路 他開找過程中 他的目的性很確定 所以他視線都有經過定線 比如說八路關 要開的時候就定線 哪個點到哪個點 波度多少 他都寫了一圈二圖 可是他有些沒有定線 他有些只告訴你說 我今天要包圍到兩個山頭過去 我就開過去了 他沒有定線 他又沒有定線 他又沒有定線過程中 一旦到困難的地方 不能到過的地方 他瞬間會修改那個位置 比如說 我預計要下這個山頭 就發現 哇 下面是100公尺 100公尺 懸崖這條溪 你開玩笑 每天我們就巡視的時候 要垂降 但想到很辣 好 那事實上 那個 台北 從台北到哈盆的這一條 很漂亮的愛養線 有換過線 有換過線 他原來不是要這樣走的 因為本來是要走紅柴 後來發現說紅柴道太遠了 後來就直接從前面中 你就直接下到九條溪 他有換過線 換過線 但不是每一條愛養線 都會有換過線 但也不是代表說 所有愛養線都沒有 都沒有跟蹤他的計畫書 有好幾個都有跟蹤計畫書 我有講的 很嚴重的狀況 可能是 開找路線 動作跟難度 比如說 到這邊 敵對的狀況是這樣子 你又不是反抗 好 那我就再進去一點 有這樣的現象 好 那我們先休息了五分鐘 好 那 那 因為他有四個區域 那除非你這個四個區域都走過 不然 那麼細 我跟你講 意義也不太大 那我先講說 大概新竹 新竹市數是最多的 那過來苗栗也有 苗栗也有 像苗栗像家裡山啊 洗水 這邊全部都有 都有愛養線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通電的話是在 潘洞山這邊 潘洞山是通電的 潘洞山是通電的 所以潘洞山可以撿到愛子 好 接下來是台中 台中的愛養線 基本上在公司的外面 離合幣居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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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一條是在初雲山那邊 初雲山 下一片產業道路 可以開車喔 我開過 我開過 愛養線用開車的 初雲山那邊 那個在初雲山哪一個地方 初雲山的 等於是你到時候 大學生領導的 有一個派出所旁邊 那一條下 那一條就是 對對對 那一條是愛養線 好 那接下來是南投 南投也不少 但是南投的愛養線 集中在補里一北 補里一北 那包括在現在的這個 這個 惠順林場裡面有愛養線 那惠順林場的對面 八仙山有愛養線 八仙山到 惠順林場中間的這個 離線上 就是 梅月山這一點 他是愛養線 他沒有通電 那雖然他時間很晚 大概到1911 1912才開 然後時間很晚 可是他沒有通電 那我的結論是 南投今天的愛養線 沒有通電 我之前為了解決這個 疑問我再去走的一遍 確定沒有通電 好 接下來是宜蘭 宜蘭我最近在做 再重新再重做一遍 那很多邊我們從前去走過 所以大概年底應該會修正書 因為是 那個宜蘭縣紙拐要區 有間 有種的 但是宜蘭再重新再踏過一遍 所以 我大概所有的愛養線 再去走過一遍 那像923 剛才有那個流域那個地方 都是通電的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上 我們溫泉的 對面那一趟上去 那個很通電 那通電 一直通到 那個 桃園境內 好 花蓮 花蓮愛養線 第一個花蓮愛養線 一個部分的路段 是在特製國家公園內 另外一個地方是在山站 接下來是 沿著 那個星塵 一直往南 延伸到台東境內 那 其中 七角山的愛養線 有部分地方有通電 OK 好 接下來是台東 台東有愛養線 台東愛養線 是通電的 大概是在現在的海端的外面 海端的外面 海端的外面 好 接下來是高雄 高雄 高雄 就是六龜 愛養線 那可是因為愛養線的名字 到了大正五年六年之後 就改名字 改成警備線 好 所以六龜愛養線 因為是在大正五年開的 所以他 名字就不叫六龜愛養線 他就變成六龜警備線 那有沒有警備道 有沒有 認為有人請舉手 我舉手 有啊 如果同時是愛養線 我就叫警備線 可是如果他是道路 就叫警備道 還是有 小段子的警備道還是有 但是真正女班道路重新規劃 比較長大概是 高雄 OK 那這是以前愛養線的照片 所以說要看後面 不要看前面 好 以前愛養線就要長這樣 這個 江大哥應該知道 那個 那個 支堂那邊的後面的 右邊那個是風險鎖 這大家最常去的地方 現在上面蓋一個玻璃屋 然後 這個是那個 他邊在半山上的油間鎖 好大好大的油間鎖 好 那這個是西州山 西州山上面是愛養線 那個愛養線 看得好好的 直接直接好好的 剛剛愛養線上面看到那個 石門水庫那個 那個 那個靜水殘要下來的那個 那個靜水 大靜水石這一片 好 這個是老幹 這個是在 富富山的下面 富富山下面就是 剛剛好是那個 拉卡過去一點點 那 那個分店所還在 現在變香菇咧 變香菇咧 然後這是以前那個 那個監督所裡面那個 火爐啊 學會 不知道怎麼會變這樣 因為我都把它買回去 好 這個 這個是那個 新竹那邊 關西那邊的愛養線 那 那 那很清楚 那馬山上面 上不要走 不高嘛 幾百公尺而已 不高 上面有 接下來是彩河 彩河 就是 要下到石流那邊的人 有有 有有 很清楚嗎 好 這個是那個 新竹在裡面一點點 從那個 白蘭後面 搬下去到入場的 這點有空店 那 因為 你們看的不是很清楚 這個是佳里山 這個是佳里山 應該是這個 還是這個 這是佳里山 那 所以入場 大概是這個地方 因為不是很清楚 好 那我現在站在那個 比林那邊 要下去那個點 過去一點點 然後想說哇 天氣好好的 開一張照片的愛好 那 這個是 阿萊克阿永縣 就從大臥的公民直接下去 下去 好 那這個是在 桃園跟新竹屆山的茂河 上面也有 愛永縣 還有一個 日本在上面刻一字 這個是那個 內衡平山 上面就是愛永縣 而且 愛永縣的建築所上面 現在是 重疆眼 整個 上面整邊都是碎鍋裡 這邊整個都是破瓷碗 不一樣東西 好 這是 油羅山的兩線 看到沒有 海山在樹上的 沒有 沒有被拆掉啊 沒有被拆掉 就是通電的啊 油羅人是通電的 那這棵樹是 不能在林線上 要 抓到旁邊去才看得到 好 林線上的上面看到 大概都掉光了 這個是 邊走的時候 反正眼睛要賊一點有沒有 這樣才看得到 真的 我是看 我是講真的 要 要稍微看遠一點 大概就看得到 好 那這個黨在最首的 李洞山 李洞山所有的林線 每一條都是愛永縣 李洞山的每一條林線 太平 馬美 大 大混 然後運到一些 每一條都是愛永縣 除了 今天那個李洞這一段 只有一小段式而已 基本上每一條都是 這是俠克羅 俠克羅古道 不是只有俠克羅古道 俠克羅本身還前之前有一個 俠克羅愛永縣 在他前幾年蓋上 後來才有俠克羅古道 這是爬到山頂附近 看到的分泉索 好 馬拉邦拍下最熟了 馬拉邦的這個牌子是寫錯的 請不要看 那牌子上面其實是亂寫的 就跳過去 那從那個俠克上面上去那個 馬拉邦那一條林線 也在愛永縣 然後是溪水山那邊 愛永縣跟監督所 那路都很清楚嗎 好 這是台中 這是到那個 國姓鄉的交叉點 的地方 有一個叫做中川山 上面有三條點 上面有三條點 有一個 概念是山頂附近 他不叫中川頂附近 他名字 有一個山頭 有一個 那個名字我忘記了 也有 有基點 有基石 另外是黑田山 黑田山在台中 和平區的正對面 這個 這個是阿本山 監督所的位置 現在是變水塔 那下面會不會就不覺得 靠這個山腳整片都是 有確定要適合 好 這個是到了 梅園山 大概是在 疑點 你知道 過去 還沒有過去 那是莫名條山爬上去之後 原來看不到愛永縣 後來就亂轉亂轉 就看到愛路 那路還在 沒關係 砍出來了 翅膀沒事 剛剛就是隨便拿草包一直砍 老師 怎麼 你到那邊都知道 剩下遺址了 你怎麼區分 是愛永縣 那個分了 分了愛 因為他可以連成 他可以連在一起 可以連在一起 他可以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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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好多幾家片都已經剩下遺址了 還分得出來 因為你大概會有一線 然後會有基本地圖 他在現場做比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對過程中 要跟你走過很多地方的那個經驗 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呢 走過你看不到的人 走過看不到東西 也跟你分身的經驗 有很大的這個關聯性 那我有一個好處 是我的賊眼很異常 我這樣走過去 走過去 我一上馬上會看到旁邊 我有看到那個後久 我有這個 那個 天負一瓶 我前天才從那個 那個奔機如山下來 走走走 看不到愛氧線 走走 看都是酒瓶跟那個 厚齒瓦 整邊都是那個 那個 明天同行那個 那個絕臉 整邊都滿滿滿的 大概都像我這邊 可是 人家怎麼裝都找不到 可是我安全台 對不對 走走走走 一脫就是了 好 好 這個是那個 路深那邊的愛氧線 那這是 上面的山腳點 那個高峰 高峰山的山腳點 那上面其實是一個監督水 好 那這個是萬大那邊的愛氧線 那個都還在 路很清楚很大條 好 這是日治時期的那個 浩台位置 那是現在的 這個樣子 好 好 後面大概時間 剩到多少時間 這跟我用飛快的講 那大概從19 19 差不多 18以後 18、19之後 大概愛氧線的那個壽命 越來越短 就是說 日本人在防禦那過程中發現 只透過防禦沒有辦法 解決原住民的問題 所以 後來通過開路來進行 所謂失職的那個原住民的管理 所以從大概19 18、19之後 開始大規模開找禮犯道路 你所看到的禮犯道 大概都是1918、19以後 開好的 那開好的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目的 大概跟我們現在 如果把那個班人 換作是原住民 跟現在好像 好像也差不多被歷史了 但是 當時候因為 認為原住民有這樣的一個 特殊的狀況之下 他就定了這樣 這幾個這個部分 包括說 希望可以讓他們受教育 對於就沒有事件發生的時候 可以比較快速可以到達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部分 然後 山上如果一些資源要翻送的時候 有路很方便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 好 那 從北到南 大概 我用念的 因為我們時間大概不多 那最北部分是 中嶺 就是所謂的中嶺院 接下來是哈盆 那哈盆完了之後 下面會有 這個巴弗 巴弗完之後會遇到 北河 北河 舊的名字叫做 三星腳板山道路 那 我們就跳過去 好 這個是三星腳板山道路 哈盆腳板山出發 經過 高陸 高陸 然後到宣言 但是呢 到這邊之後 就故意這樣 到這邊之後 北河是從這邊下來的 比如從這邊 下到這個 這個現在的那個位置 可是 最後那個就是 一個那個 某某溪的上尾的部分 繞里大圈 下到這邊就是四村 那 這個是當時候的那個 住在所的位置 上面標準是 已經住在所的位置 好 那這下來之後 比較北的 大概 其實有幾條連絡刀 但是因為我覺得 他 並沒有成一個系統 像那個 八零到三光 還是有 但是我講都是 實際上 開成這樣很大 會去管理的 開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呃 在宜蘭的話 到宜蘭 宜蘭 這一條那個 中文宜蘭之線 就是宜蘭 宜蘭 宜蘭到路 宜蘭到路 從現在羅東出發到現在的物色 夠遠啊 羅東到物色 還不遠 好不遠 非常遠 那穿過哪 穿過何安山的安部 穿過那個家養的安部 然後直接下到物色 那叫做比安道路 那比安道路的北段 現在大部分是中文南之間 南段現在是例行財源道路 例行財源道路 那我曾經在好幾年幾年 曾經在去調查過一次 那一住在所的那個大洋都還猜 不讓你這樣 不讓你這樣 好 那 台灣大概有幾條的那個 比安道路是南北 來猜猜看有幾條 我說南北不能錯是真的南北 大概超過50% 像是南北的話 比安南 對不對 比安南道路 另外一條北坑溪也可以視為是南北的 雖然他是從高橋轉過去 可是高橋轉過去 可是高橋轉過去 從現在的這個光路上面 過了光路之後 就一直往南 到現在南北坑溪 就是我們去那個雪建的下面那個地方 有一條骨道 就要給更新骨道 那他那條骨道是跟俠克羅骨道交叉在一起的 那俠克羅骨道起點在哪裡 俠克羅骨道起點在哪裡 俠克羅骨道起點在哪裡 俠克羅骨道的起點 那是 清全 那另外一邊呢 俠嵐 青全到秀嵐 清全到秀嵐 就是過來是養老 養老這邊出來 到那個 到秀嵐這邊 那俠克羅 北坑溪之外 另外一條路大概 大概大象很清楚是大甲芯 擺大K 大甲芯也是景佩大路 據所謂的領方大路 那大甲芯的起點是從現在的豐原 然後穿過現在的那個中橫 就是現在我們中橫的那個 應該是下線 下線 然後開始往 它在那個 谷關過後有一個上線跟下線 軍山 就是軍山 對對對 它過了軍山之後 然後開始 又有一段路是新開的 那因為當時候水部有淹起來 有稍微改了一下線 並不是原來一日時期的路 跟現在船長的模樣 有稍微電話 那它的大甲芯的道路 大概到哪個位置呢 到現在的這個 呃 離山 離山會接到從 羅東進來的那個道路 所謂的離岸道路 在現在兩邊接到 在現在的福壽山的場上 都已經接到了 好接到了 那 中橫的那個道路呢 開到離山之後 所以離山到的這一個 呃 很大 好幾個彎的這一個 到大玉林這一個很重開的 以前這段是沒有路的 以前的路 如果是要從花蓮來 是要哪邊到 固設 走河灣玉林道路 現在的中橫固設之線 但是 不是現在的路 就是 大概在路的上方 或下方 跟它交叉 可是現在官員 他是在上面 現在的新官員 是舊官員 不是古官員 現在官員那個 加油站 的那個位置 他是在上面 可是有些地方 他跟他交叉 這個跑到下面去 因為 道路跟以前的那個人 我們現在開車跟道路走的路 不會完全重疊 好 那 往南 再往南一點 到了這個河灣之後 河灣之後 另外遇到會是哪裡 人高 這往南會是甚麼高 那人高如果再往南會到關門 關門在往南會到哪裡 日巴 路巴照南會到哪裡 內股路 錯 會先遇到觀察院 對 光在馬南之後 遇到 路的 那種路 那種路 那種路的時候 遇到一個叫做 資本院 資本院 理拿 大概就沒有 日本理派的路 一直要到清水裡才有 一直要到清水裡才有 那我剛才的講的 除了剛剛講那個 北克西是哪個像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別人 因為還有一條路也是哪個像 他可以從現在物色出發 連著佐水溪的上邊 跨後佐水溪直接到關高 直接到關高 那分兩段 前面的那一段連接的是 是從物色到佐水溪的源頭 轉角這個地方 就到現在的河游坪那邊 那是從 那個 現在的物色 直接到那個 布農府的區裡面 然後那邊叫物色 跟卡在這邊的連動道路 另外一個是 從現在的關門道路 就所謂的那個 進水道路 有一條日本路 直接開過連著這個 佐水溪的這個 支柳郡大溪這邊 開上關高 開上關高 大概有這個 南北向 這個 那當然後面還有幾條路 我們有講到 譬如說像是 玉山的登山路道等等 那這些大概是 山上你們可以看到的路 那應該時間比較有限 大概就跳過去一下 好 那這個當然是有時區走過來 然後再把它飆出來 我們想從比較快的方式走過 那能高原引道有改道過 他曾經改道過 因為原本呢 能高原引道是要走到 南宮附近才要下去 下到現在那個龍劍這一半 可是因為遇到 每次每年下雪的時候 路都不通 後來過幾年之後 又重新重建了 光碧道那邊改道 不然以前是還要上更高 再下去的 OK 補充這樣子 那當然有一條 古道本身 除了主線之外 有時候會搓 差數幾條支線 比如說像有 托伯托支線 比如像這個 巴巴這邊就有托馬斯 等等這幾條支線 就是因為 他管理上需要 會有一些小支線繞出去 這邊大概就不多說 有空可以走一下 日大灣灣 日大灣很漂亮 很漂亮 大概呢 速度的話大概 拍一個禮拜 OK 慢慢走OK 很輕鬆一個禮拜 我上次走了 八天 因為邊拍邊 邊走邊拍照 好 剩下 看幾條照片 好 這個是青八 青八十階 這樣一階一跌的 超級的漂亮 那這一個呢 這個有去過都知道 這個是 快要到大水窟之前 在大水窟前面 第二個轉角的山頭 往大水窟的方向看過去 大水窟就在這裡 那這檔是青八 這檔是日大 這檔是日大 他兩個交成完之後 青八從頭的那個山頭 爬上去 然後直接就下 下到西部 因為這一段路 他在那個草原上 所以最後更擠水區了 所以那個道路 被那個大水切根到 大概跟我們一樣高 跟我們一樣高 可是那切根那麼高 所以那個路更清楚 就很剩一條風這樣子 直接下到西部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那個 雲農 雲農農農那邊 抱歉 那個農農 那個農農 太大了 方向上 日報 到一個地方要折迫 雲農農農 不是雲農 雲農 雲農農 那這張照片呢 這張照片是在 阿波蘭池過後之後 望中山脈 我還要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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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離他非常遠 那時候是要下溪的時候想說 天啊 他剛對面那邊 那這個是瑪柏拉斯很短 有走過一段 這是瑪柏拉斯很短 他還要 一邊那 再下一千公尺到西部 謝謝 就是直接要下去 好 那下面這四張照片 其中 這個是中置線道路 然後這張也是 這張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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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置線道路 然後這是當你受受毒的有沒有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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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左邊那個也是我 這個是我 這個是官門大路 這是官門大路 那這張公門大路 那這張公門大路比較差 因為這個官門大路要下卡射西 那他下卡射西 因為他這是行道 所以那個山封的時候 他整個會 把他帶掉 所以我 這邊啊 到這邊我就不敢過去 因為下面就山溝下去了 然後最後這張照片呢 試在一個地方 那猜中的話 應該可以 送到一包乖乖 可是我現在猜不到 提示一下 在南投山區 那上面畫了一個石字 直升機的停機品 直升停機品 那林務局 大概在台灣很多山區 都後來有蓋一些停機品 那有些停機品 是蟲蛙的 像那個 東風 那幾個是蟲蛙的 這個 這個 這個位置 這個 這個點 事實上是 日本時代的一個小學的操場 在哪裡 這個 這個在 東南大北山的半山腰 靠近 蘭達西旁邊的一個 舊部落的旁邊 他本來是一個 日本直在社的學校 後來日本人走之後 那個 國民政務的林務局 把他當作造林公園 造林公園旁邊那個操場 就全部把他擰平掉 他都停機品 大概還可以看得到那個 那個樣子 所以 事實上 如果你走古道來講 大概 都會有 這樣的一個 看到這些景色 那因為其實 照片非常多 所以大概有沒有時間 再讓他去看 所以最後 好 那我大概有下一點時間 然後 之前那個 那個 客戶組說 要 給他們的功課 我等一下回去床邊 那剩下大概 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40分鐘 還有40分鐘 好 那我把這個時間 開放讓大家討論 因為 讓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們怎麼樣去走這個古道 那我等一下會去示範說 我們去找古道的 我把這個時間 後面的時間 拿來操作給你們看 好 那在還沒有操作 下一個 這個部分之前 先讓同學問一下 針對我剛剛講這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想要問的 講比較快的部分 講不是很清楚的 比如說針對 艾永憲 這個古道本身 做不清楚的 邰大哥 翻譯一下 其實怎麼分 因為我講評說 因為 其實是爬山 你知道那都是舊路而已 可是你怎麼去分 說他是以前 人家是艾永憲 還是說 所謂的古道 還是說 舊路 還是說 我們要去看我們 舊路 舊路 一般來講 我們在開始做這些古道幹事的時候 我必須要做的工作 是 我去搜集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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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搜集文件資料 這個文件資料 可能來自幾個層次 第一個 我一定要找到相當的地圖 而且地圖不要是很清晰地圖 要是舊的地圖 比如說 我們同學們 如果有跟 以前好像說 跟其他 的老師經驗 你會去找舊地圖 那舊地圖 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舊地圖本身 它會顯現出 當時候的這個 空間的那個 那個 背標的那個 地理資訊 那個點 位置出來 可是它不是絕對 它可能是相對的 所以 我要去找這些古道的這個前提 像 你們剛剛看那邊 那麼 那麼多東西 我第一個 會去先做一個動作 我會先做文件收集 你做文件收集 要先收集的方式 大概 你要看它是什麼時期的資料 也不到 比如說如果它是清代 清代來講的話 我大概要去看一個清代的方式 方式 什麼叫方式 就是 清代的這個 應該是 中國的 歷史的書寫習慣裡面 會有編方式的習慣 就是每個行政區域裡面 會把整個行政區域相關的事物 編成一本 那個 方式 一整字書來保存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 你可能有縣級 當然我們叫縣字 你可能有 春節 當然我們叫春字 你可能有香節 整個單位 可能稱為香字 所以我們第一個工作 我們會去看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道路的資料 這是第一個 工作 第二個 如果它是清代的 那我不能找現在的資料 我去找以前的那個清代的資料 那清代的資料怎麼找 跟清代的意思是 你看到以前那時候 例如沒有像日本 在做的那麼詳細嗎 好 清代的資料來講 可以分兩個部分 如果清代我要去找方式的時候 等一下會示範給同學 你們看 我可以找到方式的資料 那清代事實上 每一個方式 或是每一個地圖裡面 它都 都會配合方式來轉 修轉 怎麼講 因為你方式 你是不是要有領域 對不對 我現在是一個寶 或是一個縣 或什麼方式 要知道我縣的區域在哪裡 那我會有一張 簡要圖來顯示 所以你可以在 相關的文憲裡面 可以找到清代的地圖 大概知道說 比較大略的 比較大略的 可是方式裡面 會寫的比較清楚 方式裡面 有時候會寫到那個 接莊的位置 或是甚至三個名字 比如說 某某某某 玉山 黎狐偉 西奪月 假聖 但是 當那個距離 典空參考 它有時候會跟你講 你看那個方向在哪裡 然後等一下會讓你看 怎麼去找 進入網路上的方式 是找得到的 那接下來 如果它有圖 我就把它圖收集 進來 那接下來 路線 你覺得路線 該怎麼處理 路線該怎麼處理 好像這麼容易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是這麼容易 可是 流氓機器的事情 道路本身的這個 里程數 應該會變化 什麼叫為什麼會變化 就是說 我這個點到這個點 我們在以前那個 環境 跟我現在環境 可能 我們之間這個連接點 這個 複雜度不太一樣 所以 你會做到一些複雜的時候 奇怪 怎麼 會有兩個點 之間的距離 會有不同的 一線 寫出不一樣的公里數 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兩個公里數不對 那怎麼辦 自己在走一次 對 對 自己走一次 為什麼 因為 你的公里數 就算他不對 兩個資料不對 或三個資料裡面 有兩個很接近 另外一個差異比較大 那 你可以試著去 實力走走看 因為實力走走看 你現在有 有GPS 你現在有比較 新的工具 不像我以前 也要尾頭 這樣大家都想 大概都很清楚 還要尿土 這樣大聲 可是現在不用 你現在在個GPS 或是手機 可以有開那個 定位功能的 然後 假設有搜尋 當然他 定位功能才有搜尋 因為你手機 如果內建GPS 晶片最好 沒有的話 你要往網路才行 所以 你們手機至少 如果要可以聽的時候 同時要GPS 網路 另外一個是要 GPS晶片 所以 我在買手機的那個 過程中 我都一定要要求 那個廠商跟我講說 這支手機裡面有沒有 內建GPS晶片 那差別在哪裡 如果我沒有網路 我GPS晶片還是可以記錄 他還是收得到 可是如果我沒有網路 就說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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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去買 手機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講說 這支手機晶片沒有GPS 用用用用 這個 最新版的 有那個 GPS的那個 晶片 鑲嵌在裡面 那我就知道說 我改天網路上 找一個 那個 Track Lock 就是所謂的那個 軌跡的那個 記錄器 我 把它 APP 存到我的手機裡面去 我的那個 主機就可以被記錄了 他的道也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 如果你的手機裡面有這個功能 那至少一定要有 可以上門的功能 他才幫你記錄為什麼 因為他是透過你的訊號 的位置來定位的 那 這個工作你要做 那為什麼 要去十區走一趟 因為 十區走一趟 一個你可以在現場 看哪些路段的 這個懷疑點 那以及 這一個路段的走過程中 你可以去加整他那個行程 你左右 這邊要走到這邊 欸 如果從這邊繞 或從這邊繞 欸 怎麼里程數 不太一樣 那 我就和你推斷說 以前 舊路可能是從這邊繞的 那 你問我說 那里程數會不會準 清代的里程數會不會準 這個問題好大災 認為清代里程數會準的請舉手 認為清代里程數不準的請舉手 認為清代里程數不準的請舉手 認為日本人的日治世紀的里程數準的請舉手 我可以跟你講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來給我都會準 為什麼 如果他在清代的時候 那我是聚落跟聚落之間 假設不是經過這個大規模變化 我一樣是走這條路到你的聚落時候 那我請問你 假設你想要想像 當時有一個官員 在現在的 中和的地方 被一個山上跑來的頂谷 你還砍了頭 然後因為砍了頭 這個世界 當時候這個巡視 這個官員 到永和這個地方 那 他要抱回去台南欸 因為最早的行政公司在台南 要回往南抱 那 我是不是要想辦法把這個訊息 傳遞到南部去 那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請快遞 把這個 這樣的事件 趕快到府城那邊知道 再從府城那邊再轉到 中和內地 讓裡面的官員知道說 啊 這個官員被砍頭了 所以趕快來支援吧 那 這樣的交通過程中 那個行政的那個理想術是很重要 因為公文的往返 會有所謂的 那個公文 剛用的那個時間 我們叫做公文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快碼那個時間 比如說他會有五百里加 以上的里加 四百里加幾 他就跟你講說 這個那個快碼加 不到的時候換碼 他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那個里程數是要準確的 啊如果不準確怎麼辦 下面知道里程的時候到了 買到這個地方 還沒有到 所以 就算清淡 我不敢說百分之一百 準確的值 但是那個數字 誤差不會超過百分之十 如果 我把清淡那個 那個清淡方方頻道 那個路線圖 全部轉行GS 換我跟你講 誤差百分之六多而已 你信不信 誤差百分之六多而已 因為這不分空 差別在哪裡 因為以前的路可能 不是直接這樣 可是我現在過不去 我要用道理 那反正這邊 所以很接近 那相對的 現在提起水分的道理是方文理道 準不準 準了 你非常準 非常準 那個里程數是非常準的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開路 是我部落跟部落之間 或是聚落跟聚落之間 我如果叫你來開路 把路維修好 他告訴你要開東越南 你懂意思嗎 你要保甲這張路 要無理要無理 要維持這無理 這無理這個數字 基本上是正確的 但你說無理 這個無理 是到底是快三公元 是2.9公里 可能差100公里 大概就不會計較那麼多了 所以那個里程數 是可以去信的 所以當你如果去找類似像 蛋黃鐵道路行的時候 他里程數絕對是重點 為什麼 巨歐跟巨歐之間 在這樣走的時候 他如果是這樣爽 你可以GTS算過 裡面那個Trip-Lock 算過一遍 如果里程數不對 要嘛是你自己走錯路 就是當時候 某一個地方環節出了差錯 某一個地方環節出了差錯 那我們就要去除錯 要去除錯 什麼叫除錯 我讓我知道說 到底是因為 當時候 人寫錯 還是我們走錯了 你有可能會不會 記的地名 跟現在不一樣 會 你講的都會 就是 當時候記的地名的位置 跟你現在的 定的點的位置 就是不一樣 以及你走的路線 是不一樣的 以及當時候的 推斷路線的距離 那個推斷的 那個準確性 有沒有那麼準確 這個每一個部分 都會影響到 你最後出來的那個數據 可是你還是要 一個一個去除錯 那除錯的過程 大概會 最後一個八個 有一個心態 就是說 假設你真的是 找到一條路 這條路真的 有記錄或是幹嘛 基本上 差也不會太大 所以 你們如果看到之前 像 那個誰 浴管書 出一個那個 八八四八 一個介紹 八方體道 大陸的那個書 八八四八 他那個 很清楚啊 他那個 每一個 每一條路的 每一個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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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數都 踩得壓 他是非常清楚的 但我不敢說 清代的人 每一個點都給你踩到 可是至少 他那個點 應該是 不會有太大的 這個 故事 記錄他應該比較 像我們在早紀念 對不對 一百年前的資料 這個晶片子車 像 這個 你早紀念 你叫什麼名為 他一百年前的資料 五價 換成果還是一樣 對 那清代的話 不要把那個 清國 就是清朝的那個 那個人 當作好像是 那還是蠻精確的 就是說 因為 大家就會把那個 清跟日 拿來做比較 但是我要幫清國 說一下 就是說 他聽不懂 那麼不準確 所以當時找那個 記錄到的時候 算看算 真的差不多 差不多到 可是我們主張 說日據時代 才有一些明確的地圖 可以當 對 可是 後來這些清代 這些道路 清代沒有畫地圖 所以我們幫他復原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幫他把原來路線去做復原 大概是可以做這樣 可是 因為當時候 講到那個部分 還有一個部分 是 因為我請人家來開路 我請人家來開路 因為我愛好人家 請 請問你是被我抓來服勞役的 對 如果你不是抓來服勞役 而是你要透過請功能來 發包施工這件事情 我要按鍵計程 或是按你計程 這樣聽懂意思嗎 我今天叫你開無禮的路 就是要給你無禮的工錢 你可以開十禮的路 就是要給你十禮的工錢 所以 那個錢 也是少不了的 所以 一般來講 當然 後來 像日本人說的這個資料是 數字化 精確 然後 圖像化 大概都看不到這個資料 可是我們不要 對於說 清朝紀錄這些東西 好像 不是那麼精確 不是的 只是因為當時候 紀錄的這個習慣 跟紀錄的方式 不像近現代 在國家的日本這麼的精確而已 可是 它上面那些描述那些點 都還是很精 都還是OK的 所以當時候 我們去把那個 不論是幾歲 當我們走清班的時候 走一走走一走 其實還蠻準確的 還蠻準確的 所以 不要把那個 那個 那個觀念就一直 把它當作是 但當然日本 來了之後 所做的這種管理 大概都是比較屬於這種 近現代國家這種 這種管理 比如說 道路設施 地圖等等 大概都是很近 現在國家 該有這個設施 那 台灣有三角點 中國台灣有沒有三角點 沒有這種的石頭 它是有點有測 可是 它 是後來讀測的時候 才用的 可是台灣的三角點 大概就是 全台灣中央的地方 大概都有設三角點 因為地圖到的地方 就要去買 而且要去三角點 來畫圖 來畫圖 那為什麼 我們知道 是因為 我今天有一個 研究案 大概在下個月出一套書 就是 日治時期的 觀念地形圖 復刻 再加上導圖書 那我們復刻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很準耶 那畫圖的方式跟那個 當然 換算成現在的一個方式 你兩個圖 兩個圖 疊起來的過程中 不敢好針那麼短 為什麼 我們現在是衛星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像以前 比例子的差略性 三角點來那個位置的 角度的位置 這樣差一點點 距離拉遠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說 那個空間就放大 或是偏移很多 那以前的地圖 什麼畫的 聽說早期說 用竹子拉 不然叫鐵子 好 那個地圖是怎麼樣畫的 我大概講一下有沒有 第一個 在日治時期的 地圖的原則是 平地的測量 找山區的測量 同意嗎 對不對 為什麼 剛剛已經講了 山下都山羊 根本進不去嘛 所以平地已經找了山區 第一個 平地為什麼要 先做地圖 是因為 日本來之後要做統治 要做統治 要知道 誰家有田 誰家沒有田 所以要先做土地 誰家有田 我知道你 你沒有報稅喔 你好像少了五分喔 當然要給兩分 所以 日本來之後 做平地地圖的測量 第一個原則是 希望告訴 日本政府說 這些人掌握多少塊土地 那在土地 他種植過程中 他有多少獲益 政府可以抽多少稅 所以他可以用舒適化來管理這個部分 所以 當時候 在這個條例之下的時候 就做土地調查 土地調查 最後的程度是 你看到台灣寶如 台灣寶如 台灣寶如 台灣寶如本身 那特色是 他是透過地基圖 轉的 就是說 如果你的家有田 有圓 或者是有房子聚厚的話 他把你家的這個位置 透過地基的方式 把你告訴在地圖裡面 最後再把 一兩百張 一兩千張的地圖 慢慢的把一些 邊界 比較卸分 要抽掉 就變成我們現在的台灣寶如 他的地圖來人 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寶如 如果把無限制的放大 可以把地基圖 栽在裡面 這樣聽得懂意思嗎 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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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有地基圖 測量過程中 然後 把一些邊界 比較卸分 抽掉之後 把他的最外框 就當作我們巨額的最外框 這樣聽得懂 意思嗎 所以 照到來講 每一個寶如的 每一張的 每一個部分 假設牽涉到 有地基的部分 都可以找到 那一張相對的 地基的這個編號 這是日本人做的 那因為有這麼 細緻的調查 所以 你們的 戰後的這些方式 就會隨著 之前的這些東西留下來 所以 你去地增機關的時候 你要調說 你要戰後 重力測量 還是你要戰錢 他會跟你說 你還沒戰錢 我也有啦 他少人會給你 所以你可以找到 你們日治時期 家裡是他的地基 那因為他地基 會有一個狀況是 會分割 會分割 譬如說 這堆本贏是你家的 對不對 那結果 因為我們兄弟分了嗎 切 切 所以地基土上面刻的這些 切割這些線 然後再掉一些 民情在上面 所以這是地基土 所以你們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把你們家那個 那個 地基 那一戰後 拿到地政事務所說 我想要掉我們家一起 你這塊地基土 掉得出來 我可以保證掉得出來 那日治時期的 土地跟你們家的那個 番戶是核災期的 得歡 那兩個是核災期的 你在地基得歡 基本上 地基土跟你們家那個 那個門牌號碼 是核災期的 你可以找到 相對的這個部分 你回去試試看 那因為 他平地先坐 後來才坐山區 那所以平地的山腳點 埋設早於山區 這樣OK嗎 OK嗎 那日本人 開始到台灣的時候 並沒有 開始做埋山腳點 他先所謂做 就是敘速測染 那敘速測染的地方 大概就是港口 重要城市 像台北 打口 這些重要城市 他先做測染 測染完之後 因為189到台灣之後 大概隔了幾年之後 台灣以外 日本人稱為說 很偷避的那個型態 因為反抗日本人 那這個是事實上 應該是如此 為什麼 你要統治我當樹林 那就很怪 一定反抗 那過了大概幾年之後 這個情形比較 和緩之後 日本人開始把這樣的 重心往山上 那可是日本人 真正開始埋山腳點 並不是全面性的埋 那可以猜 日本人如果要埋山腳點 台灣哪一個地方最先會埋 去買 蔡東人哪邊 去吃乖乖 虛心山 台灣有一個地方 山腳點一定是最脹 extent significantly 憐復埃 到台湾州 巴尼還會有一個山那麼高 而且還會下去 所以日本人在189來後的前幾年 三部屋子拍掉了 那些三部屋子做什麼 測量 可是當時候的測量技術沒有那麼好 有時候測量出來是四千多公尺 而且四千多公尺才維持好 才會換時間 後來發現沒有那麼高 後來最後日治時期的高度 官方的高度 日本人後來大概在 什麼時候才知道說 玉山高度是大概3950 我們現在是3952對不對 那日治時期的 新高山所謂玉山的標高是3950 不是3952 3952是戰後在改的 是3950 那哪一年才確定 那個3950你猜猜看 就是差不多出來 日本哪一年公布玉山高度是3950 1926 日本跟台灣30年 才知道說 玉山最後的高度是3950 而且頒覆之後 後面全部都寫3950 之前有看到 3967399幾這樣子 就因為測量玉山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以前不像現在 衛星什麼點 以前是要逐步 逐步一個點一個點去換算去量 那怎麼量 就是呢 把每個三頭 先埋一等三角點 我想叫他一個很熟 一等完之後埋二等 二等之後埋三等 三等完之後埋四等 就成為補點 那四等以下 基本上在測量部分中 如果拿一些點的位置 就重新再補測 還是持續再進行 那一等二等三等 一等當然比較少 我幾個都沒有 一等有幾顆 蛤 一百多個 二等耶 我記得全部 三角等一等二等加兩顆三千多顆的樣子 兩千 兩千多 大概三千顆上下 我沒記錯到三千顆上下 三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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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仁不止 圖仁加大概四五千顆以上 那三千 主任的山頭 如果每個山頭比較標高 獨立的山頭去射 那 基本上比較大 每個山頭都到 那地圖怎麼畫 第一個 先 先埋三千兩 之後 在我這個點 假設我這個點 開始 拉到對那個點 就請另外一個 調查隊到另外那個點 上面架起一個 竹高台 然後竹高台上面有一個觀測椅 觀測椅上面有一個 類似像棋子的東西 經驗的東西 那我就把這個觀測椅 對準他 反正之後 看到塞口塞 穿起來出來 對不對 那有塞口塞 就可以換算 斜邊跟短邊跟長邊的距離 那就是透過 這樣子方位跟這樣的方口 一個一個把那個三位置定出來 可是重點來了 它是光學的側感 它有看過去嗎 那問題來了 空氣會怎麼樣 它會折射 它會折射 什麼時候會影響 中午的時候 對不對 太陽出來的時候 那個氣流的上升的時候 那個 那個 影像會扁滿對不對 所以他測量的時候 他要去跳 他要去挑那個時間 那接上 加上說 以前測量平氣那個角度 跟那邊那麼準確 所以 導致在早期測量的時候 只差0.001幾度 結果一拉50公里之後 才會被打空氣了 所以早期測量的誤差 是從這邊來的 那 怎麼測 就是 在一個平板上 畫很多方格 然後每個方格之後 去標方位 然後把每個點點在上面 然後把Size狀態全部寫在上面 然後把每個地方 標出來 標高 標高之後才開始 畫出等高線 再畫細等高線 然後把那個圖畫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 這樣可以理解 現在我們沒有 但是 溫信直接過去 他人照直接 動動動動動動 就變好了 那以前就是 一定要人工上去 他到三個點去 去 站在上面 然後上面會加一個 三角的牌子 上面會加一個儀器 那日文的那個儀器叫做 日文叫 它上面是一個 有角度的這樣的東西 它有羅牌 有羅牌 有羅牌 那上面還有一個觀測的那個角度 那角度完之後 你可以看那個角度是多少 然後你可以看那個方位角 然後完了之後呢 你就知道這個方位角多少 就可以拿Size 拿那個Size 我上那個對照的算 我就知道這個點 站在那個位置是多少 然後因為你有方位角 你有那個 你就可以換上完之後 直接在平面點上面再點 那一次一次又再一次那個換算 把那個每一個標寶點拿給出來 那所以 我們如果說 回去看這個東西 大概都是以前在山上 會看到的東西 那回過頭來 因為 戰軍時期 來講的話 平靖地圖是寶圖 所以寶圖來講 寶圖 你可以看到很多那個小路徑 那小路徑 因為 寶圖 就他有古道 他有這種 具有這種 大規模的討伐 或大規模 因為某種特殊原因 而開著的道路 但是寶圖 上面還是有些很重要的道路 至少 寶圖上面 有一條路很重要 北宜公路 欸 北宜公路 就現在開那個 918館 有了 那條公路 那條公路 那條公路是日本人 到台灣之後 因為到宜蘭都很不方便 要繞北 要繞什麼 那個 普治北鄉 新巴蠻南南 重新開條路 重新開條路 來台灣的宜蘭 前三年 前四年 開條路 開路之後 重新並線 那 從平靡出發 平靡出發到宜蘭 對不對 就 叫宜蘭的土匪 跟平靡土偉 負責幫我們開路 對 那個 台北 土匪叫陳秋菊 陳秋菊 這一幫人來負責 另外 宜蘭的那邊叫林火旺 這兩幫人 來幫我條路開過去 所以 大概來到條路 前幾年 北宜公路開了 那北宜公路跳在哪 寶圖上面 你可能聽說早期北宜公路 不是早期 不是現在 石令 石令 他還是有盤線 所以 如果要找日式時期 北宜舊路的定線 我可以把寶圖翻過來 用疊圖方式 我可以把北宜的舊線 把它定出來 跟現在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去找一條舊的古道 你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去尋找 那當然有些路可能 我們知道說 誰開著 誰去做這條路 可能比較 背景之上OK 那剛才講的那種很OK 可是 有些路路不知道誰開怎麼辦 很大的 不知道 那不知道 比較不知道 是誰開的狀況 大概都是所謂的 常明景的聯絡路 比如說巨肉跟巨肉之間 你跟我換個風 就是我們兩個同樣 同一個家族 你只是隔個外面的警察 你先住在外面而已 奧迪斯 我們平時還要往來的 這樣的狀況 這個路應該常路面的這個 在走 那這個狀況在來 你最常會有 北台灣最多 因為我們北台灣的山不高 北台灣山不高 比如說 平林這邊山 平安這邊也不高 對不對 石平的山也不高 那在意的類型 哪邊還會有 靠住的也還會有 比如說窮林這一帶 也還會有 山不高 那反正我們旁邊巨肉跟巨肉之間 我們聯絡的部分都走過來 所以有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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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那個 那這些路 大概就是我們所謂 所謂 所謂 這個類型的 那會跟我剛剛講的 這一個類型的 這些 路道 古道 完全 不會有直接的關係 為什麼 剛才講的那個路 大概就是很寬很大 而且很清楚的 可是那種常形的 會因為 比如說巨肉之間的 你的運動 或者是說 這個路本身 被改了一個方向的 慣性的這個線之後 這個地方 扶住了 可能那個 那個路就不通了 所以 你如果認真 從那個台灣百五 去找北台灣 你應該可以找到 上百台上的這個 這個 想的這個路徑 可是也不知道誰開了 為什麼 因為 就常形的 那同理可證 你當然也可以在 桃竹梁 也可能在 雲家南這一帶 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路徑 可是不知道是誰開了 不知道是誰開了 因為反正就是 我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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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知道了 那 這些路徑 也有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不錯的那個 工法 有時候會圖十階 也都有可能 也都有可能 可是你問過說 這個路它是誰開的 他列寧的 哦 那 居然就帶過去了 那所以 這個路在找的時候 會跟我剛剛講 那一連串的路不太能 因為這些路通常是長門型的 所以大概會跟經濟 跟生活 是有關係的 而且 甚至是跟家族 有直接有關係的 那這類的道路通常會跟產業 中間有直接關係 所以 這類的道路 一旦要去做 利用的時候 大概要跟產業 或是跟 環境 本身來去做創業 那它才會具有所謂故事性 可是我剛才講 那些都不用 每一條大概 那個 剛剛傻傻 要講什麼大概都會有 誰開的開多元 哪邊開到哪裡 然後哪邊設了什麼東西 哪個原住民 那種關係 大概都一清二楚 這一類大概都OK 那剛才講 像那個 神道或什麼 大概也都還OK 資料太多了 那所以你們如果有機會 去找這種 長門型的話 有一個東西就變很重要 除了剛才講的文獻 剛才講的是訪談 剛才講的是訪談 很重要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讓你們去查一個 東西 就是說 如果你要查方式 親戴的 我介紹一個網站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等一下 你們可以到台灣史的中英院台灣史的研究所裡面嗎 你們就打中央研究院 最近是最紅的那個 那我跟他們直接關係 我在浩普的那個 那我就先寫 一個幫我操作一下 你們到那個中央研究院 你就打中研院 幫我彈一下 中研院 然後 台史索 中研院 這一個 要哪一個 這一個 是 這個 很安全 還是 說 Polacy Polacy 那意思 第一個 就等進去 再等 等進去 等進去 資料固 這裡 無窮支援 等進去 等進去 好 這個 一個 這裡面的資料是 不用選擇 而且是免費的 那你往下 臺灣我們先重看資料庫 進去 這兩個勾起來 然後到上面 你看上面的勾 結果等一下再問 答 昨天答兩名字 想要哪個定名 蠻小 可是我看那個 秀啦 那因為 在清單的文獻裡面很多都被數位化了 所以 如果你要想找 蒙甲的那個文獻 你叫打兩個字蒙甲 點進去 所有在文獻裡面的蒙甲 跟兩個蒙甲換的東西 都被收集出來 那回到上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檢索條例 好 基本條例跟你講說 所有在臺灣舊的資料 在清單裡面 到底有哪些 有蒙甲這兩個字的 就告訴你這些 往下拉一點點 這麼勾緊 再往下拉 因為你都蒙甲 那如果 他是每一個被檢索出來的條件 是蒙甲 但是如果要知道說 他是哪一個部分 哪一個檢索的報表 蒙甲出現在哪裡 比如說 蒙甲字出現在這裡 再往下 他每一段話 就把那蒙甲人的字抓出來 可以看看這裡 有沒有 泰水丁浮至於北 聚浮成三百十五里 東之九雄零內三十里 你們都知道嗎 很清楚 蒙甲的造出來 所以如果我要知道說 我將那個泛蟲那一個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找到說 有相關這些清淡的遺寸資料 那如果你真的很認真的說 你把書借出來 那書小小的感覺 大概只有 大概這樣只有你 一半的 不太好看 不過我通常會先找他的人 然後再去借書出來看 我就上個找 那找到這個資料之後 如果我要找是聚浩跟聚浩之間 他就會醒來 比如說 哪裡到哪裡 然後哪裡到哪裡 是哪裡 黑酒港 那顯得清淡處 所以我如果要自己去做一個簡單的那種 文史調查 我至少可以掌握這樣的資料 而且他每一個資金塊都可以溢下 好像很方便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他裡面沒有放 裕圖的部分 裕圖的部分 那清淡大概有幾套裕圖是蠻重要的 是譬如說下面下縣寧的台灣裕圖 清末的下縣寧 台灣道下縣寧 那還有幾支 不是開山寧外的圖 大概可能大家比較不常看到 那這一些方字類 你回到前面那邊聽到 最前面那部分 在最前面那他可惜的時候 他因為他是文字化 所以語圖的部分他們有收 那事實上很多方字的那個語圖 是夾在這個方字的後面的 因為他有加密 他都夾在後面的 所以你如果借到這個方字的後面 翻開有所謂夾那個地圖 這樣子 大概跟 大家講一下 那核圈到前面那一個部份 好 再往前面去 好 另外一個東西可以再利用的是 下面這幾個 再往上 東西 往上 這個 這個 或是我們在那邊 再往下 再往下 到下一頁 這個 一個 不然 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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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自己 這個 全部很清楚 做過總督對不對 沒有人家大麻 總督TTA 然後當過平義偉銘 當過 就是有點像那個法律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總督總督都在前面 也當作調查偉銘 高的零點 上去零點調查 也當過官色平均的調查偉銘 所以如果我今天知道說這個人名字是日本人 那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在日本的官方的那個 那個官職系統裡面是有被寫在裡面的 比如說工學校的教育裡面就會有 那警察的話到警部下面沒有 所以巡查沒有 巡查沒有 就一般警員沒有 可是我他是分局長或局長 在日記裡面有 裡面也查得到 那包括像新莊的 比如像明山峻的峻守 或什麼 裡面都查得到 所以如果你打到一個日本人 你打個社裡面就知道 他任官的時間多長 那 回到前面 那這個部分是 如果你們想知道說 看到一個日本人 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適合在官方的行為裡面 你打個社會就知道 那中央跟敵方都在職人部裡面 好 回到前面那一頁 好 那有一個是比較難 這邊當然 大概就比較辛苦 來看一下 再往上 這個 這個比較辛苦 因為這個是日文 這個 這要不堅守 日本人 走了之後 留給台灣 大概所有的檔案都沒有帶走 所以這份檔案就放在 現在台灣的憲法 就以前台灣省省省委員會 就以前台灣省省省委員會 你看看 這個人在中央看 好 直接按 撒詢 那怎麼辦 找 名稱 太行 對 撒詢 好 好 所有日治時勤 日本人 如果公民有被損毀 就所謂的 有魂也有目的狀況之下 你大概都也知道說 留在總督府裡面的影像 像這個貴山島探險 還有蔡英吳探險 那裡面全都有 全都有 那可是點進去要收費 點進去要收費 因為出位的話很辛苦 所以一張好像收兩塊錢 如果你要把內陸入住 一張兩塊錢 他先註冊 帳號先註冊 還是可以硬 再加個硬 所以我如果要查 相關的文件 比如說要查哪個 大陸入住 這個也可以查得到 但這只是一部分 這只是一部分 那像那個中央的那個 那個台灣圖書館裡面 有那個台灣學的那個資料簿 台灣學的資料簿 你打了一些關鍵字 還是可以找到相關的那個 大陸的這個資料 那這些資料都收緊集權之後 接下來就用腳走 用腳走 當然還有另外是地圖 你加坦明石地圖 請他那些 我可以看一下 坦明石地圖 在這裡面 直接要到 渡過往內陸入住 你老實講 我們就這樣 我都會看到土地公 那你這樣 你這樣 你終於在高端就應該好像 不會 不會 土地公這樣 你說土地公 你在島湖道 你就是針對 他也會用住在所 還去確認說 對 那土地公 大概會跟漢明開 可能比較直接關係 所以 實際上如果看到 土地公就這樣 大概應該附近錢都能開等過 應該這樣講不通錯 好 這個是中原GX中心做的 那你點進去 一樣可以找到你說 舊的地圖 點進去 頂臺 好 然後 圖層 圖層 引進去 這個好 好 放大 順床放大 所以 你可以在沒有出發之前 就可以在你家裡的電腦上 直接找到你要圖層 當然 找到那個圖層 就是不代表 你真的可以找到他 來講 我先跟你講 沒有這件事 接下來 你可能找到路 也不見得跟地圖 完全是match在一起 所以你還要去debug 就是除錯這樣的一個階段 所以 你至少可以知道說 以前 這個地方有聚肉 然後 這個不是 這個字路 那個是戒裝戒 或寶戒 然後 上面有線就是 那就是路 不是路 飄快的鑰匙 你看 快的鑰匙 這樣 說不定 中心的地圖 好 那這個是萬歲寮 萬歲寮在哪邊 聖臺那邊 聖臺那邊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以前 莊在哪裡 然後 有些小路 那有些是接莊 很小借 那 他幾乎什麼地圖都有放 那 除了這個之外 他另外一個再往下 這個 翻譯地形圖 那 可是翻譯地圖 因為 他版國非常多 我們去年 我們做的研究院做三年 我們看過 台灣地形圖 包括 翻譯地形圖 不同版式的地形圖 大概有 四百多章 就是 有一些變化有四百多章 可是 放在這個上面 只有六十八章 所以表示說 他很多是沒有放在上面 因為他地圖 策略的方式 跟寶徒不一樣 寶徒是因為 平地的地形圖 合在一起做寶徒的時候 所以 他是一次就出完 他最後一張 是190次出完 可是翻譯地形圖 第一章到最後一張 隔了好幾十年 第一章是1909 第二章是1916 隔了十幾年 所以 他因為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他每一個時間的那個地圖 那個變化 跟他一樣 那 上面 不好意思上面沒有補到 因為他最後一張是1916 那上面會看到什麼 上面會看到愛母線 會不會看到小路 但是 上面也不見得是愛母線 一樣 用什麼 用你的搶去確認 要跟你講去確認 好 那我們往下 拉 拉 拉 愛 看得到哪個 拉到 一樣 拉到小路 再拉 再往上拉一點 好 就是 往上 再上 再上 好 我們看到 再拉大一點 拉大一點 他上面雖然是虛線 但是虛線 不代表他真的是愛母線 或是他真的是界線 有時候是愛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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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十字句看過一遍 好 那往這邊拉 好 這邊大家拉到大理問 這樣過來 好 這邊的九分看只看到這愛母線 這也不愛母線 可是 依然愛母線推進十幾次了 只看到一點而已 人家在哪裡 不知道 會怎麼 腳要走 還是可以確認 所以 你如果要先出發 你找些Fu之前 你可以在這個網站裡面 找到相當地點 你把它圈下來 剪下來 或者是說 那其實有另外一個GX的軟體 可以直接轉成出來 可是 因為這個軟體它不能轉 你可以現場看 所以 你如果手機上 你去找那個 百年利時利益的APP的話 可以找到 寶圖的那個APP 不信等一下 用那個 那個 去找那個APP 有百年利時利益的APP 不過好像只有 七分還是九分的地圖而已 它沒有像這個 放在武藏裡面 超過一兩百幅以上的地圖 而且 又分成都市跟全島的台灣這個部分 所以 你們回去 如果 真的要去找 路在哪裡 那這個部分 也可以去 去用一下 那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是 它這邊可以畫點線面 它可以畫點線面 你可以標點標線標面 那標完了點線面 它的另外一個功能 它可以直接轉成 POOGOS可以用 你可以玩玩看 它可以點完這個點之後 你可以在上面標點 然後寫名字 那寫完之後 線 這是線 你可以拉線 然後這個是方塊 script 不是shape 你可以 一個區塊的那個面積 你想說這個地方大概有多大的面積 回到那個圓點 它就變成一個方塊 那你只要按這個點 它直接會轉成Google 20的檔案 所以它可以提到你Google 20上面去 你可以在Google 20看 你當時候畫的位置 帶現在的什麼地方去 那Google 20它本身也可以支援 這個後面的後關的那個 那個地圖的系統 所以你可以再要出去做田野調場的時候 你其實就已經很多的資料可以去利用 不要像我以前在要去找的時候 這個地圖的那個地圖的那個 你不用 現在出去我只帶一個平板而已 只看沒變而已 只看沒變而已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你未來要去確認某些地方 就要自己去做某些的功課 那功課就是這樣做 謝謝你 謝謝 好 還沒什麼問題 你們要問問題的 這個太陽族的時候 在那個日治初期 差不多是 可能1915年 以前就大部分都給那個 日門那個探紙了 那只有那個布隆族的時候 跟日本的探紙了 28年 差不多1935年 34年 才大家的那個探紙 那時候既然泰雅組已經在1950年已經給小虎了 那日子為什麼要做那麼多的來講 因為你到1915先小虎 可是小虎沒有可能當下就鼓勵 你不可能現在打你明天就說我乖乖要跟你 不可能 所以泰雅先一直從1915一直延續到1926才全部裁掉 他一直延續到1920年才全部沒有 所以後期大概1920年代的後期是艾爾仙跟米班都並進 道路做到的艾爾仙都撤到哪裡 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雖然1914泰雅塔華戰之後 1915泰雅已經是停停了 可是不進來為什麼 歐多卡里打完之後 你再跳過來聽我話嗎 不會 所以打完之後的後面幾年是類似像跟你溝通一下 路開進來還不好 什麼所有東西做完之後 大概已經到1920年代了 那所以 台灣最後一條艾爾仙財政是1926的 那艾爾仙1926 那米班到正正開始開了一條大概1917左右 所以1917到1926又差了快10年了 所以一個政策的施行 他不會斷來就是直接砍斷面貌的事 他做一些內容的轉換 看他能不能轉成面貌方式來處理 大概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那一個布隆祖的時候 他只有那兩條的一個 布隆祖他躲到那麼深 日本人也不理他 因為他也不會出來 他前有觀察後有 日本人根本跑不出來 所以他跑到那個 那個玉碎社 就是所謂的蛤蜊去抖的時候 其實日本人早就知道他 旁邊全部都已經控制了 所以他只是等他什麼時候會下坑而已 所以他不久之後他就在那邊下來 只不過不久之後只是說 我的路都已經開好 所以路開好 關山約跟內部路開好的時候 其實那幾位號稱布隆祖的那個分子 他並沒有再發生什麼大的事件 為什麼 路都開到人家門口了 怎麼樣 中之官下去直接到人家部落對面 不能怎麼樣 所以 雖然躲到那邊之前有一些瘋瘋瘋瘋 可是真的路開好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什麼太大的衝突事件 所以躲了幾年之後 到了那個 日本人 當然他躲那個時間 還是有進去派影商跟他溝通 也沒有辦法 就是直接 直接親講 有沒有 他還是跟他溝通 溝通到說他願意下來 他願意下來就沒事了 他下來之後的隔年 部落就搬下來 就被搬到那個 現在那個 六歸的建山村 六歸的部落叫建山村 建山村是跑跑跑搬出來的 大概是這樣子 沒什麼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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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沒有問題 這樣很討厭你 我又沒有給名單 也不能抽 我也很討厭你 對啊 老師對古道的研究其實非常深入 所以如果 大家對於這個有戲劇的話 你趁現在老師 對啊 今天可就 可以給我們再給 看他怎麼會來的 沒有人趕快問 那什麼問題的 講不好的地方 就請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我想說 有人到九點就結束 結果後面就跑 反正要教大家用這個方式 因為要怎麼樣 學會那個方法 是最重要的 後面其他都是附加的 看那麼多美景 看那麼多照片 你到不了 大概也看不到 對不對 只是人 跟你信這樣 你看 我以前聽說是那個 清晃的那個 古道的時候 喜歡 古道的時候 都進了那一個 古道 是不是這樣 你說 你要逼什一話還是聽好好的 好 是 好 好 好 十五是 現在 古道呢 心裡 哪路幾乎都進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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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中路,中路只有兩條 中路只有清巴洛湯、清洗脊水的調和二種 巴洛湯沒進部落 因為當時代物的冷不是布農族 第二條,激水的大陸是布農族 有關心冷帶 所以第二條,大陸全部進一路 所以裡面的假設是不存在的 那蘇花進不了部落是因為蘇花連海邊走 會有度的 我兩個住在清水道來冰洋 但你腳踏來冰洋 看你很多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 大部分的擬方道路 為了擬方之必要 所以他應該會在部落附近選擇來開路 可是不進來,絕對通過部落 不要有這樣的概念 你如果走日報、古道、科興大廈車 都還要再下去有一段路 沒有那種近嗎? 比較大型的那種近 大概都 有時候還要走一個小時或是一個小時半才會到他的部落 他只是離部落很近 但不代表直接進到部落的那邊去 這個大概要離這半 所以你問我說 日治時期的大陸 都不進部落,也不是 剛才我們都進部落 也不是 所以我結論是 有近有不近 大概是這樣子 我的回答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到一個問題 日治時期可不可以脫泡 這個問題要給各位問題 你們有問我 日治時期的大陸可不可以脫泡 可以脫泡 可不可以脫泡 看地方看位置 為什麼 物色事件來的時候 因為物色事件 事件來得及 所以日本人在物色事件的時候 把那個道路直接破關 直接把炮拉上去 是真的 因為再等扛上去來不及 直接就掉 軍隊直接把炮拉上去 那重點來了 大部分的泡 小的泡當然用力拉的 可是 拉的那個山上去路是很明明的 拉其實不好走 大概所有的三泡都是組合式的 放在木箱裡面 大家跟著走 到了地點之後 再把泡組合起來 是這樣子 所以不要有台灣的武道 可以拉泡 可這樣絕對乾淨 沒有這回事 我講個音樂的拉給我看 你們走過日巴的 像是有機會 你們去那個 玉三哥要過你那個 翻彎彎的風段 瓦拉米之前 有一兩個是 那個 半山那個那個 大概是要半均進去的 另外一段是 運動復步之前 快到運動復步之前 大概有一小段是 圍彎的 可不可以騎馬 有人說 不到可以騎馬 我會騎那騎兩條路 一個是騎內本路 一個是騎日 他幫我 他騎給我看 沒有這回事 能騎馬 表示路很寬 路很平 所以 能騎馬跟 能拖泡 是選擇性能 不會全面性能 所以不要把他 直接等同一類化 就是所有股道都可以拉泡 所有股道都可以騎馬 錯 不可能 如果他可以騎馬的話 我會把那照片拖出來給你 你要給我 實力器給我 用地力給我 拍清馬給我看 大概回來的時候 頭不見了 因為頭都撞破了 撞爛了 很多地方 大概都是 有隧道 然後很大的狀況 那艾永縣真的有 防衛原住民的效果嗎 有 那他是 他眉毛破壞他嗎 他很高嗎 那些地方是不通電的 不通電 因為會有碳照燈 會有礙眼在上面巡邏 會打燈 有 有 有 你只要月線就蹦蹦了 那因為 碳照燈的那個 會有個巡視 當然如果要效果好像是 有拉鐵絲網 鐵絲網 不見得有通電 還有一個概念 第一個 不是所有太兩線都通電 第二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 不是所有太兩線 全部都做鐵絲網 有這樣子做木炸 沒有做 基本上 防費就會比較弱一點 你可能 扮個掃 就翻過去了 有可能的 如果 有那麼賣 那通電因為沒有群人是通電 所以原住民雖然有那個信息 其實還是可以 跟外面有一點 不是長頂那種交易 還是可能會發生的 他有壞東西可能都可能 那所以 規定是這樣寫 可是規定之後 還是有一些特例 那是基本上 按照日本的 氧氧性的規定 是不能月線 不會不會 月線就是直接給射出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什麼問題的 老師 那個電會變死人嗎 會 會變成卡洛棒 台灣第一個發電廠 是龜山發電廠對不對 這 在台灣都不知道 台灣第一個發電廠 就是龜山發電廠 在那個驅齒的那一個 就是雙溪孔那一個 那他裡面叫龜山發電廠 那龜山發電廠 在發電之初 原來的設計 是有部分的電是要送通電鐵 送去離岸的 送去離岸的 北叉 北叉線 北叉線的電 其實也是來自龜山的電 送去離岸 那每一個地方的發電廠 要嘛就是水壁 要嘛就是火力 就是藍油的 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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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的發電機 到底是一樣的東西 就對了 然後透過這個 然後產生那個電流 然後來賀足人物 那電流是高 大概六千到八千伏克 應該可以搭烤肉棒 觸到應該會變得很黑 應該是會 因為我看那個日文資料設計 我規定是通六到八千伏克 像那個四個干六到八千伏克 像那個四個干六到八千伏克 你要把一百又收不了了 片到八千 那大概會直接死 如果趕電之後 日文叫趕電 大概直接 立即會死掉 立即會死掉 所以 基本上 大概是這樣 還沒什麼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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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 題目 我再想給那個 那個 然後他請到那個 八千伏克 今天就 大家要再講那麼多 就到這邊 有空再講 謝謝